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42章 回头 方正点了点头 起身道 阿弥陀佛 你们所做的恶 贫僧能帮你们的 也只有洗掉一些业力 来生能有一个好去处 但是人间的处罚 却是不能少的 你们去自首吧 当然 你们也可以选择不去 不过 方正微微一笑 背后仿佛有好几双恐怖的眼睛 看着王老四等人 他们是浑身发毛 乳嘴并哭 一个个小鸡那啄米似的 跟着点头 保证一定去自首 一定改正归邪 像话吗 方正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 带着郑家先离开了 出门的时候啊 头对着那些看个道 贫僧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 你们以后还要玩的话 贫僧去找你们慢慢玩 众人一听 吓得集体一个哆嗦 拼命的摇头道 不玩了 绝对不玩了 以后只在自己家玩个小牌 再也不度了 大师啊 绝对不攒了 大师你别辛苦了 连王老四这么狠的人都这样了 他们哪敢让方正再找上门呢 一个个拼命的保证 方正这才宣了一句佛号 离开了 大师 这些钱咋办呢 郑家先背着一袋子钱 兴奋的问道 哪属于你自己的 你就得费点心思了 查查都有谁被汪老四坑过 然后将钱给还回去吧 离开的人 我们无法让他们活过来 但是活着的人总要过日子的 能帮一把是一把吧 只能这样了 方正叹息道 连了读了好几天了 他也累了 不像郑家先 中间还能去睡一会儿 现在又兴奋着呢 精人头足啊 郑家先自己经历过那种绝望 那种家庭即将粉碎的恐惧 自然能理解那些人的感受 点头道 放心吧 大师 我一定照做 经历了这几天的事情 郑家先也不知不觉的 不再喊方正的名字了 也不再用小时候玩伴的那个眼神 看方正了 而是心服口服的叫着大师 方正也懒得纠正郑家先的叫法 他实在太累了 告辞了郑家先 直接回了医治寺去了 摩托车呀 方正也会洗 不用增加轻松 骑上摩托 风驰电车的就赶回了医治村 还了摩托车呀 然后回医治寺去了 对于方正 王又贵是120个放心 虽然一届就是好几天 不管也没说啥 最重要的是摩托车是完好窝损 临走的时候还给方正塞了一个大西瓜 这也算是方正的意外收获吧 方正高高兴兴的就回家了 但是汪老四等人却是一脸的黯然 汪老四没有嫁人 人品问题 根本没人肯把女儿嫁给他 马脸男子 横肉男子 还有刘老三子不同 各自有各自的家 只不过 哎呦 出去一周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怎么着 你今天不打牌了吗 马脸男子 他一进屋 就听到自己家的老婆阴阳怪气的话 结果一听到牌这个字 马脸男子只感觉胃部抽动 哇的一声就冲到外面 吐去了 哎呀 段子 你这是咋了 段子的老婆吓了一跳 连忙问道 今天开始 别跟我提牌 谁提 段子继续图 这一周啊 对于别人来说是一周 对于他来说 那就是地狱十年 日夜不停 连两眼也背不上 就是打牌打牌再打牌 牌牌牌 他真的是被恶心到了 与此同时 横肉男子也差不多 只不过他家里没人 老婆带着孩子回娘家了 一进屋就是睡觉 倒头就睡 天昏地暗的 什么都不知道了 王老四也想睡 可是他却睡不着了 看看自己这个家 空荡荡的保险柜 他忽然间发现 自己辛辛苦苦好几年 一夜之间到了解放前 啥也没有了 而这才只是开始 房门打开了 两名警察走了过来 王老四 你打的电话 警察问 是 你报警干啥呀 我 我要自首 组织赌博 举众赌博 去年 还害死了一个人 啊 别动 举起手来 一边蹲着去 马脸男子 横绕男子 还有刘老三 他们三个家伙 很快也被找上了门 只不过这三家伙呀 睡得那根死珠子的 被警察拍了半天也不行 最后没办法了 只能找人拖上车 拉走了 看着车里 睡着是东倒西歪的四个人 呼噜声一个比一个大 警察们也是一脸懵逼 二脸懵逼 几何脸懵逼呀 这些家伙到底经历了什么呀 自首也就算了 你倒是自己去警局呀 把我们喊来了 结果你自己睡成了死珠 你这是多久没睡觉了 难道他们尽紧进警局呀 就是为了睡一个安门觉 就在这时 马脸男子嗷嗷大叫道 不打了 不打了 大师 我真的不打了 睡梦中啊 马脸男子挥舞着手 哭得那是稀里哗啦 连带反应 横竹男子也跟着叫 不打了 我也不打了 再一步骗人了 你把牌拿走 你躲了 汪老四也是跟着那喊 走开 都走开 把牌拿走 谁再过来 我咬死他 警察彻底懵了 这到底是啥情况啊 和警察们懵逼的情况不同 郑家兴则挨家挨户的发钱呢 走到哪儿都被人感谢 那感觉让他整个人都飘飘然了 仿佛这一切都是他的成果似的 不过很快他便醒悟过来了 他也不过是沾了方正的光而已 唉 当好人 果然比赌博有意思 这才叫成就感 人活一辈子啊 未明未立太累了 帮助别人的感觉 唉 才是暖呢 郑家兴摇了摇头 去医院了 病床前 郑家兴唯有说方正的事情 这事太诡异了 他觉得啊 还是不说为好 汪老四等人被抓了 他也说方正什么的 很容易给方正惹来麻烦 不过郑家兴还是和李娜 说了家里的情况 汪老四被补 钱要回来了 日子又可以好好的过了 李娜一听 顿时是泪流满面 抬手就给郑家兴一个大耳瓜子 郑家兴却傻笑着 打得好 这一次的事情 让我彻底醒悟了 老婆 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吧 我保证 任何有毒的关系 和毒有关系的东西 我都不沾 边我都不沾 还有 我有一件事 想跟你说 只要你不赌 什么都好说 李娜 李娜也是高兴 阴云终于飘走了 她仿佛看到了阳光 这几天的阴暗 让她明白了一个道理 平平淡淡才是真 简简单单才是爱 没有困苦 就是最大的幸福 本集播讲完毕 互动一下啊 各位小伙伴们觉得最后一句话说的你赞同吗 欢迎收听 你能这么想啊 我很高兴了 你去吧 你做什么 我都支持你 李娜笑了 老爸 我也支持你 郑小雨也跟着叫道 儿子 你也长大了 郑火感叹道 而此时此刻 房正早就到李一纸山 吃饭念经没事的时候啊 将几个弟子叫了过来 讲讲经文 小日子过得也是无比悠然自在 至于香火什么呢 房正已经不愁了 天天都有人来 香火就没断过 唯一让房正不爽的是 他做了那么多事 怎么就一件没有引起社会轰动呢 一围渡江 被人当成了骗子 舌战莲花 根本就没人提 渡了一帮假辞战 貌似 也是没人问经吧 如今下山解决了赌博的毒瘤 警察都抓了 事件都上新闻了 貌似还和他没关系 房正哪知道啊 他做的事情太过于匪夷所思 一些知情人出于对他的好 也就没有对外说 偶尔有对外说的 因为没有知情人出来作证 都成了虚假宣传了 除了附近这些人呢 远点的骂他的人那还多了一些 这样下来 他做的事虽然多 但是知道他是谁的 还真有不多 房正是天天趴在墙头上 等着大批的乡客到来 结果 细统啊 我这寺院啥时候能升级啊 像我都这么旺了 不见得比红颜丝差多少吧 方正问 你这寺院升不升级 跟我有什么关系 细统问 哎 不是这事难道你不管呢 方正恶然 你自己之前说过 寺院有大小的分别 礼佛而已 方寸足矣 新的大小决定寺院的大小 你这么在乎寺院的大小干什么 系统反问道 方正恶然 随后苦笑道 哎呀 寺院大小 我才不在意呢 但是当年一只老爹可是很在意的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将一只寺发扬光大 变成首屈一指的大寺院 你刚来的时候不是也说了吗 我是说 帮你成为大师 寺院成为最大的寺院 难道你现在的寺院小了吗 人不会因为居住在大山当中而增值 但是山却会因为德高之人而增值 自过一来 只听说过因为人而出名的山 没听说过因为山而出名的人呢 系统道 方正说 哎 这些我都懂 可是 可是 可是了半天呢 方正忽然发现 难道他也理解错了一指禅丝的意思了吗 他说的大 难道不是说建筑上的大 不是说僧人多 而是 方正忽然想起来了 他小时候问过一指禅师的话 当时有一个土豪 想要给寺院扩建几个大殿 但是一指禅师却拒绝了 方正当时就想不明白 于是问道 师父 为啥拒绝呀 我们这破房子都拆了 换好的不就好了吗 人家的寺院都那么大了 也太小了吧 一指禅师摇头道 有钱无德便是货 对自己是货 对别人也是货 为师的佛法修行 自身的德行 对于世人的功德都不够 贸然建一座大死院 为师怕是镇不住啊 方正记住了 万物皆空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空的 当你离开的那一天 你什么也带不走 唯有你心中 那才是真实的 你的心大了 自愿就大了 心中的庙大了 荣霞风雨了 你才有资格去守护 一间更大的自愿 心还在原地 给你一座山 给你一座皇宫 也只不过是 大点的牢笼而已 方正当时听这话呀 听不懂 后来他领悟了一些 那就是寺院不分大小 新城最重要 但是现在看来 这话中的意思 不止这点啊 寺院不是不可以大 但是要有德行配才对呀 想到此 方正默默地点头 明为了自己 今后要奋斗的道路了 自身的修行 外修功德 一起成长 那才是王道 想通了一切 念头就通达了 方正的心 也是跟着无比的舒坦 笑道 哎 系统啊 累计了三次任务奖励了 抽奖吧 我开始期待这一次的奖励了 现在就抽吗 系统问 是的 方正十分肯定地说道 叮 恭喜你获得了佛门建筑 陈中 系统道 方正一听啊 顿日光洗 一个寺院的标志是什么呀 寺院 不 陈中 木骨才是 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经常是不见寺院 却闻终生古生 陈中 木骨也是成了寺院道观的一种代号 听到这声音 附近多半就知道 有寺院 或者是有道观 终 土生土长的华夏之物 始于观府 哎呀 后来被佛道用之 不过 在此用处又不相同 在道家说 钟被称之为道钟 除了有报时的用处外 同时也是一件法器和建筑装饰 在许多著名的道观里 都是用大钟式高悬于顶 它的存在 能够让道观显得更加庄严 更加肃穆 威严不可侵犯 它不仅是最具有标志性的礼拜法器 而且也被认为是拥有了除魔辟邪的功效 乃是道门最重要的法器之一 因此道家又称之为法钟 法灵 大型的道观 有钟楼 每天都有陈中木骨的仪式 一来是警觉修行人 当勤劳刻苦 勇猛精进 不要好意无劳 放松了自己 道元神器中说 古者既乐 有边钟边庆 每价十六 一应十二律 及四宫轻生 又有特玄钟 特玄庆 特玄者 独玄也 金洞岸 金钟玉庆 又有大钟等 皆本诸此 又有金云曰 陈中木骨 一朝百灵 未转功官至威夷 逢山灵之气象 须每日晨昏 不可有物 修道者 对那个钟啊 还有钟的机名 都是极为崇拜 还有那个尊敬的 叩文钟声 是深沉清远 敲开众声的迷雾 上界钟声 下界闻 一声钟庆 万元醒 而在佛门呢 钟是被赋予了 另外的意义 佛门的钟 称之为 佛钟 在很多名刹 古寺里 大殿前的左右两方 都是有着钟楼和鼓楼 分别为安置钟 还有鼓 称为左钟右鼓 寺院的钟啊 多数都是沉默各瞧一次 而不同的地方 那早上是敲钟 晚上是敲鼓 寺院则是都要敲 每次要连击一百零八下 而寺院敲钟 报时也仅仅是其一 更重要的是警惕世人 佛门认为 闻之中庆之声 能生善心 能增正念 红钟 镇响绝声 红声镇响绝群 生便释放无量土 佛家讲的是教人向善 不度众生 修行者要弘扬佛法 不仅自己要觉悟 还要帮助他人 乃至一切众生觉悟 让他们都能从苦难中解脱出来 因此啊 悠悠 大钟 丛林号令 滋食也 小鸡则破肠也 行睡眠 木鸡则昏曲 熟明媚 之说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波抢 欢迎空 第443章 想啥来啥 因此啊 陈中木骨对于一个寺院来说 那是十分重要的 当初的一指寺也有一口破钟 不过已经破得敲不响了 后来被系统滑了滑了 一起就给扔了 方正当时还抱怨过呢 因为在方正看来 没有陈中木骨的寺院 就如同没有大雄宝殿一般 少了许多标志性的东西 总觉得少点什么 如今钟回来了 那骨还远吗 另外呀 钟是一个大物件 系统不可能只给一口钟 不给钟楼吧 若是给了钟楼 方正笑了 于是方正问道 系统啊 有钟楼吗 然而 当然 系统的 方正一听顿时就兴奋了 叫道 有 系统果然是大传奇呀 方正连眼一翻 差点就抽自己两个大瓜子 这该死的系统 经常打算既定的事啊 他都快忘记了 不过 你也别伤心 我给你的这口钟啊 可不是一般的钟 乃是灵山山下一座小山峰的主钟 摘了下来给你用 这钟有一个特性 他每敲响一次 就会对他所在的钟楼 进行一次强化 你若是敲他千百年 那钟楼 哎呀 地球炸了 钟楼都没事 系统道 方正连咧嘴 别说这个了 还钟楼呢 你觉得我盖得起钟楼吗 你把钱都收走了 我用你盖钟楼吗 方正连也是无奈呀 穷就一个字 不碰还跑 一碰啊 剩下的 那就是心酸和无奈了 方正也想动用那个神通 自己盖一个 但是寺院也有寺院的规矩 这还是他从灵山版的金刚经理领悟过来的呢 最好的寺院绝对不是自己建的 而是由信徒捐赠的 那代表着世人的肯定 能够凝聚功德 每翘一下 对自己就有好大的好处啊 若是自己建的 那就是一个凡物 是一个装饰品而已 所以呢 方正虽然嘴里抱怨 但是心中也是有了自己的想法 等吧 万一哪一天有土豪给我捐一个钟笼呢 不不现在吗 不说废话了 陈忠你现在收 还是以后再说 一同问 方正想了想到 呃 呃 现在收吧 下一刻 一团佛光落了下来 巴掌当 方正一手接住 只见佛光中出现了一个大拇指的小铃铛 十分的精巧 但是仔细看去啊 上面却仿佛有无数的经文一般 古不大气 是辉煌灿烂 一眼看过去 仿佛看到的不是一孔钟 而是一方世界 一尊佛陀 威严肃目中 透着无穷的柴翼 同时方正脑海中闪过了一段信息 永乐大中 以开光 铸造于宁永乐年间 万历三十五年 一六零七年 大中被移到万寿寺 享受世间香火 皇家朝贡 后被驼山禅师入灵山 以灵山之金 同重铸 比本体更高大 更厚重 中通高八米 中臂厚度不等 最厚处二百三十五毫米 最薄处一百零三毫米 重约六十四吨 中体内外 辩柱经文 共三十二点七万字 所有的文字 都为菩萨亲手手书 之龙佛文书 古菩道尽 自然天成 可用大道余韵 终生 除具有感染力之外 还具有美妙乐感 轻壮 声音清脆悠扬 回荡不绝达三分钟 重壮 声音浑厚响亮 眼音可达八分钟之久 方圆树百里 皆闻其音 终生能 精行世间名利课 换回苦海 梦迷人 丁 是否现在将永乐大中放下 系统突然问道 方正下意识的就要说放下 不过马上啊 就意识到了什么了 赶紧的 不放啊 你等我 我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再放 笑话 六十四吨的重物 一旦放下 这就是地动山摇啊 整个一旨寺除了能恢复点法力的红孩儿 没个人他能动他分喉 你再想挪啊 那就麻烦了 一旨寺当中最重要的东西 也是第一件拿得出手的东西 方正自然要亲自摆放了 那好 你随意 需要放出来的时候 跟我说一声 系统倒是挺好说话 方正对此也是十分满意 不过马上 他就开始烦恼了 一纸寺不大呀 能摆放一口钟的地方 几乎是没有 这么大的一口钟 该放在哪呢 这的确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 就在方正发愁的时候啊 方正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 赫然是胖子 大师啊 那个啥 谢谢你上次支点迷惊啊 我给你送了一点小意思 我现在过不去 过一天准时报到 胖子说完呢 黑黑的笑了起来 电话那边是乱糟糟的 也不知道他在干啥呢 方正刚想说点啥 电话就断了 嘟嘟嘟 哎 这家伙到底送了啥呀 还神秘兮兮的 方正一肚子的疑惑 一夜无话 第二天 天一亮啊 大门就被敲响了 方正一打开啊 只见王又贵气喘吁吁的就站在门口 问道 方正主持 你的东西到山下了 弄上来不 方正恶然 啊 啥东西啊 石头 木头 砖头 还有一群泥瓦匠 木匠 王又贵道 方正恶然道 咋个意思啊 他们说呀 呃 一个金主给一只寺捐了一座钟楼 他们就是负责来建钟楼的 王又贵说到这儿 好奇的问道 呃 你不知道 方正一听 顿时是狂喜呀 真是缺什么来什么呀 笑道 哎 哈哈 阿弥陀佛 贫僧知道 昨天那位施主给贫僧打过电话了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来来来 快让他们进来 哎 山下怪热的 王又贵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看把你猴敌的 我已经让人 啊 往山上运了啊 不过你是知道啊 咱们这商路虽然修了 但是啊 要将那么多的石头 还有木头弄上来 可是不小的工程啊 方正连连点头 然后赶紧回头叫道 哎 敬法 敬真 敬心 你们看家啊 为师下山抬东西去了 说完 方正一溜烟就跑了下去 王又贵见此笑骂道 嘿 你这家伙 注意点形象 高僧啊 方正挥挥手 从小看他长大的 在王妖怪面前 他也不用装大尾巴狼了 原形不一路 你浪一把又如何呢 更何况他是真高兴啊 没必要忍着也憋着 而且 西同似乎对他越来越放纵了 以前是各种要求 让他保持什么高僧的形象 但是现在 不过方正想想 他虽然和大多数的高僧不太一样 但是他做的未必就是错的 顺应北心 心存善念 这就足够了 而不像早的时候他了 那个时候啊 他一身俗气 如同刚下山的猴子一般 顽劣 不知好歹 纵然不坏 却也绝对和僧人挂不到片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四十四章 热心肠 脑子胡思乱想着 就下了山 方正果然看到了一队队的人们 正在晚上山上啊 坑木头 抬石头 这高山机器上不来 也只能靠人里了 可惜啊 人手少了点 只有二十几个人 按照这个速度啊 方正估摸着 这钟楼就有的盖了 方正和这些工人打了招呼 就让开了路 然后 再往山下跑 结果山下一片混乱 一大群村民在山下聚集 女人在倒水 男人就扛着砖 搬石头 还有扛木头 孩子们也跟着闹着玩 拿着几块砖呢 像模像样的 跟在大人后面 嘻嘻哈哈的 算了狗 你用点力啊 孙前进叫道 喊什么喊呢 我裤子都掉了 提裤子呢 宋二狗一直提着裤子 叫道 陈金啊 你都一把年纪了 你就别颤和了吧 杨华杨平看着 一根木头路过的时候啊 叫道 我呸 我身体好子呢 我告诉你啊 我上三了 你啊 你啊 估计还得再扮三腰呢 嘛 陈金说完 就叫道 儿子 用点力 加把劲 超过他们 陈金的儿子 陈龙哈哈大笑道 你放心吧 走的 随后两个人扛起了木头 就追了上去 两伙人竟然搞起了比赛 一二三 那个嘿哟 扛木头 那个嘿哟 另一边啊 他女国也在 竟然唱起了民谣 伴随着节奏啊 一大群村子里的男子 是齐声发力 跟着喊的耗子 是扛起了一根根的木头 就往前走 而且方正还看到 不少外孙的人 也来跑来那个帮忙 一个个是兴高采烈的样子 仿佛啊 不是来出苦大力的 而是来享福的 看着眼前热火朝天的景象 方正咧咧嘴 挠了挠头 又笑了起来 他喜欢这种被人关心的感觉 哎 方正主持 你咋下山了 这事不用你管 我们来就行了 宋二狗看到方正 立刻说道 众人纷纷看过来 也跟着教导 哎 宋四 你好好念经就行了 这点活呀 我们给你们包了 宝增 比最快的速度 给你建起一座棕楼来 谭举国一脸 回忆的道 哎呀 想当年呢 一纸四 也有一口钟 不过那口小了点 但是声音好听啊 每天呢 一纸柴师都会敲响他 嗨 当时在山下听到钟声 就知道天亮了 就知道该回家吃饭了 那个感觉呀 满满的都是回忆 哎 就是啊 后来钟坏了 就没了动静 老长时间啊 我都不习惯了 另外一个老人道 可不是嘛 现在好了啊 山上又有钟了 嘿 主持方圣啊 主持方正 这是你的福气 也是我们的福气 这修钟楼啊 是功德的事情 我们都跟着沾着功德 你可得让佛族 好好地保佑我们 这个时候 沉浸的老婆苏洪过来 笑道 方正双手和时道 阿弥陀佛 行善事者 必有善报 贫僧一顶 日夜为施主们祈福 众人笑了 继续干活 方正也不能闲着 扛起一根木头 就跟在后面走了起来 顿时引起了一片惊呼声 不过见识过 红孩儿那个怪力娃后 对于方正啊 大家能够接受 他肯定是能接受 好歹他是一个成年人嘛 上了山 方正自然 不能小气了 饭是管不起 但是水肯定要管饱的 只不过就是苦了红孩儿了 基本上一桶桶水呀 就是往山上运 满山下运 就没停过呀 因为大家需要喝水嘛 喝水的量还是很多的 不过村民们 喝了无根净水后 一个个直呼过瘾啊 仿佛三福天的太阳 都没有那么毒辣了 疲惫感也减少了不少 哎呀 战役十足 一天就在村民们的帮助下 就这么过去了 不过村民们也有自己的农活要做 不可能全部老少骑上阵 这一天的完成任务并不算多 但是比起胖子找来那些师傅 自己干的速度 那是快了好几倍不止 那些师傅也是纳闷的 他们没少修过寺院呢 但是这种是发自内心的帮忙修的 还真是头一次见 以前的寺院或多或少都要出钱 要发那个薪酬 最差的也得管饭呢 而眼前这个小寺院竟然只管水 他们实在想不通 这小寺院就这么深 我听说呀 我好像是说 那个贼为祖师的小寺偶 就在三下赐摆一下 反脏打的 村民们把他当摆个孩子养 现在后孩子要不改房子了 怎样处理了 入夜 一个人坐在床上 道 哦 原来如此啊 我就说嘛 那么年轻的小和人 再厉害也不可能让一村的人那么拥戴呀 一名瘦脸男子笑道 行了啊 除这些干啥 咱们就好好干活 拿了人的工钱就走人了 另外一名一脸憨厚的男子 躺在床上道 哼 我不就是这么一说嘛 不过是年轻人就能当肚子了 这小子也不简单呢 而且还有锦组给他钱 还投钱给他 这更不得了了 得得得得了吧 和尚我见多了 现在有几个年轻人和尚啊 能够守得住这清心戒律啊 清规戒律 对 山上念经 山下喝酒吃肉 泡妞的也多的是了 对了 现在不是有一群和尚是允许娶妻生子的吗 要我看呢 那方丈也差不多也是这块料 一名短发皮肤又黑的年轻人哼哼道 哎呀 你懂个屁呀 那些并不是和尚 只是佛学院毕业的学生 人家出家的目的只是研究佛家经文 实际上根本算不上出家 出了寺院就是普通人 真和尚还是有的 只不过啊 你见的少 真和尚跟人的感觉也不一样 仿佛自带祥瑞似的 看着就舒服 一名年长的男子道 哎 马师傅你这话说的咋跟神话似的 那你看看这方丈处实 他带祥瑞吗 年轻人根本就不信 罗小 你自己不会看吗 呃 反正我觉得啊 这个和尚和其他的和尚不太一样 别人是那种温和的 让人看一眼就心平气和了 他们就如同一轮太阳似的 很亮 看到他心底的烦恼就散了 感觉整个人都亮的了不少 反正啊 是说不清楚 马师傅道 嘿 我也是呢 立刻有人就硬核道 罗祥翻了个白眼道 反正我可没那个感觉 算了 不说了 明天还得干活呢 我估摸着啊 明天可就没人帮我们搬东西了 今天他们是心血来潮 明天 苦啊 与此同时 方正也在寺院里犯愁呢 是吧 要不你把法律给我 我连夜把那些材料给你弄上来 那就不就不就不就完了吗 红孩儿道 方正白了他一言道 你弄得轻松 但是到时候我怎么解释啊 说你飞下去用神通搞定的 麻烦太多 包括解释 此路不通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宫 第四百四十五章 善得回馈 那咱们就这么等着 这也太新交了 红孩儿虽然还想着跑路呢 但是在一纸山九了 也开始不知不觉 将自己当作一纸四的人了 想事情也开始为一纸四着想了 一纸四太小了 寺院虽是麻雀 但是小啊 小小像话吗 小但是无脏俱全 但是一纸四却少了不少东西 谁都想自家好 他也不例外 如今能够建造一个钟楼了 他自然是高兴极了 十分的积极 这也已经很不错了 村民们帮忙才有这样的成果 村民们不帮忙 还要慢 我估摸着啊 这钟楼要正式开建 怎么着也得一周了 方正道 可是 大家不可能天天来帮忙吗 我估计 明天就没有多少人了 后天可能就没人来了 红孩儿嘀咕道 在他心中啊 能帮人一次已经挺少见了 你天天帮 这种好人应该很少才对 至少在他的世界里 就没见过几个 独狼松鼠猴子没说话 不过心里默认了他这种说法 方正也差不多 大家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虽然派星星派月亮想要建造好那个钟楼 但是山高路险石头多 想要一口吃一个胖子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第二天 罗阳还在睡觉 他是大工 平时搬砖台木头的活啊 他不用干 只需要后期雕刻方面做好就行了 昨天是因为一大群村民发自内心的帮忙干活 他也不好意思在边上蹲着看热闹 于是帮着一起抬了一阵子石头 现在他根本就不想动 在他看来呀 那些村民们能帮一天已经很不错了 不可能天天来 然而天一亮 罗阳就听到了一阵阵的摩托车的轰鸣声 还有拖拉机的突突声 还有一群人吹着牛波的声音 甚至还有汽车的声音 紧接着竟然有音乐放了起来 外面是一片的困乱嘈杂呀 听的是一阵烦乱 怒骂道 这大早上的搞什么呀 罗阳爬起来 一看呢 好家伙呀 屋子里的工人竟然都起来了 马师傅趴在窗户上 看着什么 罗阳道 马师傅 你看啥呢 其他人呢 都干活去了 看热闹的 这么多人都是来干什么的呀 马师傅是一个老木匠了 精通古代的各种雕刻技术 而且年龄大了 他是不干重体力活的 其他人有一大批是专门负责 搬砖 搬石头 搬木头 他们都是几件搬运 搬的多 那就赚的多 所以一个个根本不偷懒 天亮就出发了 除了这个屋子 还有几个屋子里面有工人 一些如同马师傅这样的人 基本上也才刚起床 我看看啊 还真是五花八门啊 什么人都有 罗阳也好奇了 穿上衣服 就下地跑了出去 站在门口看热闹 只见大车小车的路过 目标都是一纸山 罗阳就纳闷了 这些人去那边干啥呀 这个时候 一辆摩托车路过 罗阳赶紧拦住 好奇的问道 哎哎哎兄弟 哪个村的 后河村的 咋了 男子问 你们这是干啥呀 这么多人 我看还有县城里的 罗阳问 啊你不知道 男子惊讶地问道 我该知道吗 罗阳懵了 男子笑道 哎呀 这么跟你说吧 有一个土豪 给一纸村捐了一座钟楼 不过一纸四交通不便利 砖头十块 那木头运不上去 一纸村的人手也不够 有人在微信里群发了 找帮手 大家都是来帮忙的 啊 你们都是来帮忙的 罗阳懵了 这是啥情况啊 说好的第二天没啥人的 这和尚到底啥来的吧 影响力这么大 对呀 大师可是我们后河村 好多人的恩人 我们村呢 来了十六个人 还有大刘村 红岩村什么的 多了没有啊 一百号人 还是有的 男子说完就笑道 行了 不跟你说了 我去帮忙了 回头聊啊 说完 男子就要走 罗阳下意识的问道 哎 哎 兄弟 你叫啥呀 然后他就说了他叫啥了 罗阳就挠了挠头 他真是好奇了呀 他也坐不住了 和马师傅一说 两个人赶紧就往工地跑了 路上 马师傅嘀咕咕道 哎呀 我活了这么大呀 哎呀 这么多人义务劳动的帮忙场景 也是在几十年见过 几十年前啊 那个时候 嘿 虽然穷 但是上下一条心 那热火朝天的劲儿 十几年都没见到了 今天又看到了 哈哈 好吧 现在的和尚影响力都这么大了 罗阳问道 这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能够做到的 很多大寺院 也是找不到这么多义务帮忙的人 你看看这些人 一个个笑容满面的 哪里像做工的 更像是吃喜酒等着发钱的 我敢说啊 咱们都小看了那个和尚了 人家应该是真有本事 没有造福一方的本事 绝对没有这样的回报 人哪 都是这样 你对大家好 大家才会对你好 相反 你光想捞好处 马师傅是撇了撇嘴 就再也没说了 罗祥则若有所思 等到两个人赶到工地 两个人再次被震惊了 只见一个土包上 王又贵拿着个喇叭 高声的呼喊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身高露闲 拿不动了就半路休息 咱们人多 不用那么赶 还有啊 女人就不要干活了 这么多大老爷们 你们去休息吧 结果这话一出啊 顿时换来了一片女生的讨伐 王又贵呀 你这个老瘪犊子 你说啥呢 你看不起我们是不是 忘记你小时候 是谁把你从猪圈里 薅出来的 一个壮硕的妇女叫马道 顿时是一片起哄声 王又贵呀 也闹了一个大红脸 赶紧道 李翠华 你别跟着瞎起哄 我这是关爱妇女同志 你们真要想帮忙 去帮忙洗菜去 今天给寺院修钟楼 没有肉菜 都是素菜 菜叶子难洗 赶紧的 别在这儿巴巴了 李翠华配了一口啊 一点面子都不给这个村长 一挥手 带着一帮子妇女 就洗菜去了 王又贵继续喊着 新来的兄弟们 去左边报个名 听从公头指挥 不要乱哄哄的往上冲 王又贵的下方 则是一大群人 呼呼哈哈的 就抬着木头 扛着木头 然后抱着砖头 还有石头 就上山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不想 欢迎空 第446章 凡人的神通 罗翔看着地上 所剩无几的石头 木头 还有砖头啊 一脸懵逼得到 马师傅 我没记错的话 昨天这里 还有好多材料呢 今天咋就没了 人多呗 马师傅也是瞠目结舌 嘴里一直是嘀咕着 哎呦 几十年了 几十年没见过这种场面了 妈的 罗翔你看着吧 我去拍石头 马师傅 你可是技术工种啊 去TM的技术啊 你不要叫我马师傅了 我还年轻呢 我感觉 我又年轻了几十岁 这感觉 真TM的好啊 马师傅一改往常的 那个态度啊 感觉就有文足足的 甩开膀子 甩掉外套 光着膀子 迈开步子 一副年少轻狂的样子 宛若真的年轻了几十岁 甚至啊 还有女子为马师傅喝彩 还加油呢 罗翔看到这里 脑子一热 也是冲了上去 一戏中 罗翔听到王又贵的教导 赶紧通知 关县东梁村的兄弟姐们 就叫他们别来了 咱们这里人手有点多 都来了 管不起中午饭了 结果话音才落呀 一阵佛号响起 一群光头和尚来了 看他那穿着呀 赫然是红颜寺的僧人 带头的赫然是红颜寺的物语法师 王又贵赶紧下去问情况 结果物语法师反问道 不是你们发的朋友圈吗 说一纸四的钟楼却人手 加师特意让我们赶来帮忙 您这 王又贵苦笑道 我当时就是发个牢骚 谁知道今天一大早来了这么多人 我还以为八国联军进军扫荡来了 吓死宝宝了 现在你也看到了 人多了 有点那个啥 要不 要不啥呀 来都来了 不就是有些东西吗 干活 顾于眼看着砖头瓦块 都要被那个搬空了 赶紧去招呼人干活 他之所以叫物语 就是因为平时话多 红颜寺时想让他说说碎嘴 然而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一着急啊 话又多了 然后一群僧人就冲过去帮忙 最后的东西全部被扫空了 王又贵仰头看着衣纸山 嘀咕道 哎呀 啥时候干活也这么吃香了 与此同时 方正也傻眼了 大早上一开门 就看到无数的砖头瓦块 大木头啊 规整的放在了寺院门口 一大群人是挥汗如雨的上了一波又一波 原以为是一周的活 愣是一上午就给搞定了 方正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口 郑家兴 宋二狗 杨平 杨华 孙前进 陈京 陈龙 还有陈斌等等 有些呀 都是他帮过的人 有些没有 有些是来许过愿的 有些是求过他解惑的 还有更多的是他不记得的人了 大星啊 大大大大师啊 你醒了 看着方正 一大群人同时起身笑道 方正看着这些浑身大汗的汉子 心中也酸 眼睛也有点酸胀 下意识的想到了一指禅师当年说过的话 善就是一枚蒲公英的种子 它会飞走 不属于你 但是它会落地开花 散播的更远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辛苦诸位施主了 大师 您这话说的跟外人似的 宋二狗笑道 郑家兴也道 大师 要不是你 我都家破人亡了 这点事算啥呀 我老婆说了 我要是不帮你弄好了 家门都不让我进 他可是买了三箱干脆面 在家等着我呢 办不好 门口跪着 还不能碎的那种 陈斌也笑道 大师 要不是你当初指点 飞飞也不可能和我在一起 我们今年十月份结婚了 大师 能邀请你去参加我们的婚礼吗 方正这才想起来 当初这对青梅竹马来到了一指寺 飞飞心中却装着那个虚无缥缈的人 将两个人给隔开了 后来方正用了一套经典的故事 将两个人送到了一起 方正笑道 到时贫僧一定去 太好了 然后啊 陈斌就笑了 其他人纷纷开口 方正则不厌其烦的和大家聊着 说着 现场也是越来越热闹了 红颜四的僧人来了 当初被方正拂过贫的 关县东梁村的村民来了 还有那个得到文具盒的小丫头 王又贵直接让人将饭菜抬上了山 在一片空地上摆上桌子 不管谁来啊 那就是管吃 整个山头都热闹了起来 方正都不记得自己和多少人 对着喝过水了 没有酒 所有人都拼水呀 但是让方正想不到的是 心情上来了 喝水都能喝醉 一大群人聊着 是越来越开心 唱着歌 跳着舞 还吹着牛波 直到傍晚的时候 众人才散了 看到散去的人 方正红孩儿 还有松鼠 还有那个猴子 独狼啊 他们都站在山顶上 默默地送他们离去 红孩儿仰头看着方正道 师父 我好像忽然明白了点什么 明白什么了 方正反问 有些快乐 你抢不来的 我娘以前跟我说过 喜欢什么就抢 很简单 但是我发现呢 想让人真心对我 抢是抢不来的 又好像我遭了劫难 那些被我抓来奴役的妖王 没有一个坑为我出头 但是你不同 你虽然没啥本事 但是你真心对我们 他们也是真心对你 被人关心的感觉 真好 红孩儿道 方正恶然呢 随后敲了红孩儿一下头 什么叫没本事啊 为师本事可大着呢 是啊 大着呢 红孩儿撇了撇嘴 一脸嫌弃 方正道 你还别不服气啊 为师神通就是那些人 你用神通一下子 可以将那些材料运上来 但是为师的神通也一样啊 这么多人一同出手 也不见得比你的神通差吧 红孩儿恶然 方正感叹道 哎呀 为师也是到了今天才明白 最大的神通 不是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当世人心中都充满了善 没有勾心斗角 齐心合力去做一件事的时候 可以超越一切神通 凡人也有神通 那就是善 猴子也道 师父 你说的对呀 方正无语了 材料都运上善了 工具也上山了 最难的难题解决了 剩下的反而就简单了 罗翔 马师父等人是全力开工 方正红孩儿 如同两个人形机器一般 石头木头 就扛着就走 毒狼直接套上了一个毒轮车 就当牛用的 刚开始还被罗翔 刚开始还被罗翔等人嫌弃 结果很快他们就发现 这比牛还好用的毒狼 听到那评价 顿时就是泪牛满面呢 好几次就想罢工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47章 钟楼建成 系统承认 猴子则负责给上面的工人送瓦 来取如风 看他方正是羡慕不已啊 啥时候他才能一跺脚 飞个三五米高呢 最悠闲呢 那就是松鼠了 每天吃饱了睡 睡饱了吃 看热那就行了 看到方正的引影影响力后啊 罗翔还有马师傅等人 也是特意问了许多人 关于方正的事情 当听到方正做过的那些事情后 也对方正是肃然起敬 做事更是一丝不苟了 严格到他们都得做到极致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 一点点的差错 他们都会重新来过 然而很快发现 浪费的好像有点多了 好在第三天 胖子来了 这里的情况他都清楚 这胖子明显是瘦了一圈 听他说这几天跑了好几个城市 根本就没停过 不过这一脸的笑容 显然是收获不错 一看到方正就拉着方正的手笑道 哈哈哈哈 大四 多亏你了啊 那笔让我要回来了 瞬间激活了我所有的商务链条 妈的 我这一下子赚大发了 一帆风顺 爽的不要不要的了 方正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施主多行善 自有福报 和贫僧无关 大师 你这就先虚了 不管咋说 反正我就谢谢你啊 马师傅 你不是说材料不够吗 你要啥材料 你就跟我说 我买最好的 缺多少钱啊 你跟我说 胖子扯着嗓子喊道 胸脯拍的啪啪作响 有了胖子这话呀 马师傅更是精益求精 所有的材料采购 都是亲自上阵 是精挑细选 大师 那是啥 我还有事 你看啊 钟楼有了 是不是还得弄口大钟啊 我让人去收铜了 等收好了 我给你注一口打铜钟 胖子说道 方正摇头道 阿弥陀佛 施主 钟就不用了 贫僧这里还有一口老钟 已经补好了 只要钟楼好了 就可以用了 老钟 还补好了 咱们这寺院 哪能能用那些寒酸的东西啊 大师 我给你打一口新的 贼大的那种 高三五米那种 咋样 胖子立刻摇头道 方正双手合十道 施主 贫僧那口老钟 可是古董啊 而且是祖传下来的 要一代一代的用下去 那你的钟大不 还行 好看不 凑合 声音红亮不 挺响的 这也就一般呗 不说了 等钟楼修好了 我来看 如果钟不好 我给你换新的 换一个大的 那种啊 是一撞钟 十里地都能听到那种 胖子说道 方正笑而不语 换 胖子也的确是很忙啊 屁股还没做热呢 喝了一口水 就被一连串的电话给催走了 结果没一会儿 猴子就来电话了 那是 胖子给你捐了一座钟楼 阿弥陀佛 是的 方正道 哎呦我靠 这孙子过分了啊 大师给他指引雷一下 赚了不少 就送了钟楼 我这条命都是大师救的 我还没表示呢 这孙子要是回来 肯定是各种嘲讽 大师啊 我听说一个寺院有钟楼 还得有鼓楼 对吧 那个啥 胖子的钟楼啥鬼格 我比他大一倍 我捐一座鼓楼 猴子叫道 方正一听啊 顿时是笑开了花 他发现 最近是走大运呢 不过嘴上却道 感谢施主了 不过施主捐了钟楼 似乎挺贵的 大师你等一下啊 我去问问 猴子说完 就挂了电话 没一会儿啊 又打了过来 猴子的声音 明显是有些苦彬了 嗯 大师啊 这胖子疯了 方正顿时就乐了 知道胖子肯定花了不少钱 猴子估计扛不住了 方正道 施主 君赠无所谓大小 而且钟楼鼓楼要成对 大小相同才好 你弄一个大一倍的 也不好看呢 哎哎 对对对对对 的确不好看 那个啥 我捐一个一模一样大小的 就那些人 材料我管 猴子道 方正连忙道谢 猴子则连称不敢 猴子心中啊 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他的命是方正救的 这个人情啊 一直也没怎么还 再一个就是啊 他知道胖子是被方正指点了一下 发了财 那么作为商人的他 立刻意识到了一些东西 方正不仅仅可以救命 还可以送财 那打好关系 绝对是没错 这种钱呢 不能省 于是才有了这么一出 这一笔投资对于猴子来说 不是小数 但是在他看来 一是还了人情 二是加深感情 这种投资啊 还是很值得的 方正对于猴子的想法 心中自然明白 不过方正也是欣然接受着 一条命换一座鼓楼 也不过分吧 钱能有命重要吗 挂了电话后啊 马师我们一会儿就接到了一个电话 和方正聊了一下设计 以及位置后就下山采购材料去了 方正本以为这个钟楼有几天就能修好 结果马师傅等人太精益求精了 一个月才建造好 还是日夜夹弯造出来的 整个钟楼那个山啊 那个雕刻的画柱 飞檐 龙凤 盘绕 是金碧辉煌 还有无数的佛陀影像 一个个是栩栩如生 却又不会显得眼花缭乱 方正只看了一眼 就爱上这个钟楼了 他没见过世界级建筑是什么样的 但是眼前这个 绝对是他见过最好的钟楼 白云寺霞光寺的钟楼 都不能和这一座比 而更令方正兴奋的是 丁 恭喜你 这座钟楼的匠人师傅 他们穷尽了心血之作 融入了他们对匠人公益 无以伦比的虔诚的精神 钟楼的每一块石头 每一根木头 每一片瓦片 都凝聚了村民们的善爱 这座钟楼也同样是 给予了承认 系统加持开光 钟楼功效 永乐大钟 所有特效翻倍 壮中之人 感悟加倍 方正一听 顿时是笑开了花呀 笑得完全都合不拢嘴了 他发现最近他真是 他的幸运日啊 哎呀 好事不断呢 他现在开始期待鼓楼了 材料依然是村民们 帮忙下山去买的 而且呀 也是来的人越来越多 也是帮着扛 更热闹的是 知道这些帮助一纸寺修鼓楼 不知道的呀 还以为是一纸寺召开了盛大的法会呢 鼓楼开始动工 方正也没有着急将永乐大钟挂下来 他想着 等鼓楼建造好之后 再挂钟 也算是一种剪彩仪式吧 钟楼和鼓楼并不在一纸寺里面 一纸寺太小了 建造这么大的钟楼鼓楼 院子根本就放不下 所以呢 钟楼和鼓楼都在一纸寺的外面 寺院两侧 一边一个 看起来就如同两个单独的城楼 很是气派 这么多年未曾变化过的一纸寺 终于有了大变化 并且多了几分大气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光影空 第448章 世界最大的钟挂起来了 六月就在方正等人大小眼 那个大眼瞪小眼的期盼钟就过去了 鼓楼终于建成 当最后一块瓦落下后 马师傅高呼一声 在场的所有工人呢 还有师傅啊 就及早的听到了风声 来凑热闹的村民嘛 同时都欢呼了起来 一个个兴奋的叫了起来 可惜了 大师让我们捐赠一个鼓 要不然呢 这鼓楼就圆满了 猴子感叹道 胖子道 行了 我也没捐钟啊 大师说他自己准备一口 我问了啊 据说也不大 还破过呢 哎呀 你说那个破钟换了不就行了吗 我给他住一口更大的 多好啊 话音才落 就听到一声闷响 仿佛树木沉重后发出的吱嘎声 众人下意识的回头看去 只见一口大钟 不知什么时候啊 就挂在了钟楼上 胖子看到这口 咚咚咚咚咚啊 眼珠都快瞪出来了 猴子也是一脸的震惊啊 不过 他还没有忘记调侃一句 胖子 你说这钟大不大 还挺破的 你告诉我 你在哪见过 比这个还大点 比这个还漂亮呢 靠 这钟啊 我看了 我都想抢劫了 我 我的 妈妈呀 难怪大师不让我捐钟啊 他竟然有这么一大口宝贝 真TM的霸气 胖子嘖嘖道 哎呀 的确是霸气 我现在终于明白大师 为啥不让我捐鼓了 钟楼鼓楼是同规格的 但是这钟的同规格的古物 我倾家荡产 我倾家荡产 也未必能弄得出来呀 胖子和猴子虽然说话野蛮 但是都是见过世面的人 他们见过国宝级的永乐大钟 高六米多 价值连城 号称是有无市无价 而眼前这口大钟 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子苦蕴 一看就是老物件 甚至不比那永乐大钟年轻 而且啊 钟更大 上面的经文更多 偏偏每一个字都能看得清楚 在阳光下呀 也不是散发着永乐大钟那种青铜色 而是如同黄金胶筑而称 散发着金光 璀璨却又不奢华 霸气不霸道 漂亮却凝聚着历史的沉重 这样的大钟 两人自问 谁也拿不来 马师傅等工匠看到这孔大钟啊 也是真真是真道辣 都是工匠 自然看得出这大钟的珍贵之醋 一个个如同看了西式珍宝一般 仰头就看着 最后马师傅更是跪下了 三颗头道 呃 工匠之极致啊 呃 圣品 罗翔等人也是纷纷败道 村民们不懂他们在败什么呀 但是他们也能看出来 这钟真的很不烦 王又贵谭举国则是眉头皱了起来 尤其是谭举国的一指寺有什么东西啊 没什么东西 他太清楚了 因为当年一指寺分给一指禅师的时候 他就在场啊 一指寺当师就是个破庙 有口破钟 破的已经不能再破了 敲了不到半年 那就裂开了 那么眼前这口大钟是什么来的呀 是怎么来的呢 仔细想想 这一指山上神奇的事情 无法解释的事情还真的不是一般的多 不过呢 谭举国王又贵什么都没说 因为在方正无声无息的就翻新了一指寺 拿出什么神一样的精密后 他们就知道这寺院呢 肯定是发生了什么 但他们都会选择沉默 一来呢 方正是他们村子里的人呢 吃百家饭长大的 是村民的半个孩子 也就是他们的半个孩子 他们想保护他 二来呢 他们也充满了期盼 期盼这个奇迹的寺院 能给这个贫困的村子呀 带了点什么 事实上 他们想的都想到了 方正越走越远 越走越高 所做的事 也是让他们满意 而村子里也是沾了一指寺的光 许多的麻烦没了 又多了发家致富的路 一切都变得很好 于是两个人对望了一眼 都选择了沉默 继续什么都不说 默默的守护着这个秘密 守护着方正 不仅仅是众人发呆 还有兴奋 方正也差不多呀 熬了两个月了 这口大钟终于挂上了 而让方正惊喜的是 不仅仅是一口钟 还有一个壮钟的锤 一根一人粗的圆木 前后包裹着红色的绳子 烫金色 跟传说中的金箍棒似的 方正轻轻抚摸着 中锤 眼中尽是欢喜 有了这个 以后这一指寺 虽然做不到 沉钟木骨 但是可以做到一半了 风筝法师 这钟看起来挺气派呀 敲一下吧 胖子率心叫道 虽然钟和他没啥关系 但是这个钟楼啊 那可是他捐的 看到那口牛波 叼炸天的大钟 他也是跟着 有点有小虚人心吧 也是盼着 能敲响是啥感觉 对 方正法师 敲一个 松二狗也跟着教导 法师 敲一下听听 马师傅等人 也是跟着教导 他们也想听听 这个看起来 无比不凡的大钟 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凡 马师傅嘀咕道 史料记载呀 永乐大钟通高6.75米 钟壁厚度不等 最厚处啊 185毫米 最薄处 94毫米 重约46吨 钟体内外 变筑经文 共22.7万字 轻敲一下 可想一分钟 重敲一下 可想三分钟 绕梁不绝 深圳数十里 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钟了 虽然异国 有一口更大的 重达200吨 不过因为技术问题 铸城之日 就有一个大裂缝 无法敲醒 虽然 很遗憾 但是 他算不得钟 马师傅 你嘀咕这个干什么呀 罗阳问 马师傅无比激动的道 我们或许 将见证一场奇迹 世界上最大的钟 将被敲响 你说我在低估什么 罗阳瞬间待在了原地 奇迹 世界上最大的钟 那一瞬间 他的血液也跟着沸腾了 见证奇迹了 有工匠喊道 之后其他人也跟着喊 一时间是喊声震天 方正双手和时 对着众人一礼 宣了一句佛号道 阿弥陀佛 如众位施主所愿 贫僧 这就敲响佛中 说完呢 方正对着永乐大钟 念了一句佛号 然后双手抱住巨大的重锤 用力往后一拉 方正这才发现呢 这重锤竟然无比的沉重 哪怕以他现在的力量啊 也要全力施展 才能将重锤给拖动 哎呀 好家伙 这要是换作一般人 这连重锤都拖不动啊 这该如何敲钟啊 方正心中感叹的同时 一声大喝 猛然的发力 推到重锤 撞向那永乐大钟 那一瞬间 所有人的眸子都聚集在重锤上 期盼着那一声 终声的响起 咚 一声带着无比空明的终声响起 并不高亢 并不震耳欲聋 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这声音呢 宛若是从九天之上落下 如同天雨一般啊 撒落人星 心中的烦恼瞬间就被一喜而空 整个人都陷入到一种空明的状态中 许多平时想不通 想不明白的事情 在这一刻 忽然就想通了 念头通达是身心愉悦 每个人的脸上都下意识地挂起了一丝笑容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九五四百四十九章 终声安四方 而方正啊 距离永乐大中最近 同时又是壮忠之人 所有的效果在他的身上更明显 脑海中闪过了一丝明雾 对于自己的未来的路啊 所追求的东西也是越发的清晰 拖动中锤再撞 咚 一声钟声响起 天上飞的鸟啊 水里游的鱼 地上跑的所有动物都是停了下来 仰头看着天空 仿佛在聆听什么 思考什么 与此同时 山下一是村 杜梅挺着大肚子 坐在炕上 无奈地揉着肚子道 哎呀 乖孩子啊 你快别踢了 累坏了怎么办呢 然而杜梅无奈的是 这孩子十分好动 一直就踢呀踢呀 这也就算了 重点是 杜梅拿起来边上的彩烧图啊 无比郁闷地道 哎呀 怎么就期待绕镜了呢 我可不想抛妇产呢 老娘也怕疼 一向凶悍著称的杜梅 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真的要哭了 这么多天 还是没缓过来 他可不想肚子里 肚子上啊 多了一个口子 就是刀口 难受 还丑 重点是 他始终认为 抛妇产不好 伤元气 对孩子和母母亲啊 那都不好 能顺产 还是得顺产 但是绕了三圈的旗带 却仿佛判决输一般 反复啊 那已经判决了最后那一道 傻孩子呀 你都绕镜了 你就不知道反方向你绕回来吗 哎 哭了娘了 杜梅感叹道 他是真的很心慌 越是这样想 心里压力就越大 没办法呀 只能折磨杨华姐妹了 弄得杨华现在都精神衰弱了 大半夜的起来 这被踹起来上厕所 吃饭一会就喊闲了 一会喊淡了 杨华就是跑远点 躲着呗 又怕大肚子老婆自己在家有危险 只能天天顶着熊猫眼被折磨了 对此 杜梅也没办法 他真的是很烦躁 不发泄一下 感觉自己都要疯了 就在这时啊 杜梅肚子里的小家伙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显然他肚子里的小家伙并不老实 就在这时 咚的一声钟声响起 从那一纸山上落下 那一瞬间呢 杜梅只感觉心中的烦闷 还有担忧 瞬间是一扫而空 那感觉他已经不记得有多久没有感受过了 身心空明 轻松自在 仿佛心头的大山一下子就被移走了似的 但是钟声过后 杜梅又苦了起来呀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的期待 心里难受啊 杜梅这才想起来 貌似今天鼓楼要竣工了 听到这声音 那肯定是来自一纸山的呀 这是钟楼挂起了钟 敲响了 杜梅心中也为方正感到高兴 但是想到自己 还是苦啊 咚 又是一声 那个钟声响起 杜梅心中有了准备 影响没有那么大了 虽然心中压力轻了不少 舒服了不少 但是依然有些沉闷和担忧 不过就在这时 杜梅发现肚子里的孩子 似乎在翻身 医生说过呀 没事要往这个方向呀 做按摩 争取让孩子自己翻身 解开致带 老娘做了这么久的按摩 杨花都快绝望了 也没见管用啊 怎么这一声钟声 竟然就有了反应了呢 杜梅惊讶过后 则是狂喜 赶紧摸过电话 给杨花打电话 想让杨花跟方正说说 再敲敲钟 然而 电话还没拿起来 第三声钟 响了起来 咚 动了动了 翻身了 翻身了 杜梅手舞足蹈的兴奋的叫着 将在屋子里的 做活的老妈呀 都给惊动了 连忙跑进来看情况 听到杜梅的解释 杜梅的妈妈也是无比的兴奋 甚至直接跪向了一指山的方向 就磕头 念起了阿弥陀佛 为杜梅还有孩子祈福 咚 又是一声钟声响起 杜梅真的感觉 他那肚子里的孩子翻身了 你按照这个趋势 很快就能解开期待绕镜这个麻烦 开心 兴奋 钟声中 他仿佛看到了希望 与此同时 后河村的田地里 正火正拎着烧火棍 追着郑家兴打呢 一边打一边骂道 你个小王八高的 让你去给你媳妇买只王八 不不不 结果你给我买了一只老母鸡 你就这么抠门吗 咱家这么穷啊 你赌钱的本事呢 老老老老爹啊 你别打了 王八那玩意 你说买就买吗 我腿我都快跑段了 也没有地方卖啊 我买的也不是一般的老母鸡 只是野鸡 郑家兴叫道 你个白痴 野鸡你个大爷 野鸡是什么玩意啊 我会不知道 我小时候抓的野鸡 比脑门子上的毛都多 这是人工养的野鸡 根本不是山上跑的 这玩意有啥用啊 还不如咱家的老母鸡呢 郑火吼道 哎呀老头子呀 你快消停点吧 买错了就买错了 以后多教教不就完了吗 郑家兴的老娘看不下去了 拉着郑火 郑火一肚子气呀 那层下就窜出来了 正要喊 就听到远处咚的一声 如同天音一般 哎呀 在远处传来 整个人的火气 瞬间就散了 不过死要面子的他呀 还是瞪了一眼郑家兴 哼了一声 就回屋去了 哎 刚刚的钟声真好听 还跟有人在耳边念经似的 心里舒服 哪来的呀 郑家兴的老娘好奇的问道 郑家兴一听 赶紧道 哎我知道 一纸寺绝对是一纸寺 一纸寺不是刚刚修好了钟楼吗 哎 这多半是开始用了 好家伙呀 错过了 哎呀 红颜寺距离咱们这有几十里 红颜寺的钟声可传不过来呀 不过一纸寺距离咱们村可有一百来里呢 这咋就能听到了呢 哎呀 你们神神陶陶得说什么呢 弄不清楚就去看看呀 不行 还是打电话问问 这钟声真好听啊 要是天天都能想就好了 老太太到 郑家兴立刻打了电话 这电话呀 必须打 因为这钟声免了一顿胖揍 童天山脉当中 一片琵琶围着的一个土坯的茅房 是茅草房啊 院子里种了一些草药 花蕊 还有一些大石头 石头上摆着茶具 边上放了几个小石头 一名道人坐在那里 拿起了茶杯 吹了吹 吹了一口 然后悠哉悠哉的笑道 哎 好茶呀 好茶 嘿嘿嘿 仔细一看呢 这杯子里哪有茶呀 只是扔了几片 不知道是什么叶子的叶子而已 不过乐天真人 却喝的是摇头晃脑 十分开心 琵琶外 也有放了一个小小的桌子 上面也放了一个茶壶 和几个茶杯 两块大石头充当凳子 琵琶院里的门口挂了一个牌子 伊勒安天罐 边上还有一个废弃的牌子 上面写着通天道罐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 伊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五十章 佛中经济 乐天道人出了院子 看了看桌子上的茶壶 水已经不多了 于是将里面的水给倒掉了 洗了洗茶壶还有茶杯 再次倒满 又悠哉悠哉的回院子里去了 这是修道人的一点小规矩 很多修道之人 供奉的是三清 还有人供奉的是天地 但是都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不开门纳香火 而是过着自己隐居的日子 不喜欢外来人打扰 若是有路人路过道观什么的呀 口渴啥的 那门口就有茶 你喝了便是 然后自行离开 不要打扰主人家修行 同样你到了一纸寺 可以送些礼物给方正 方正一般会指点 有些东西作为回报 然而大多数人修道啊 那可没有天眼什么的 看到你的吉凶祸福 因此他们绝对不会 要你任何东西 这也是规矩 要了东西啊 就沾了因果 他日你有所求 他是无论如何 都要下山走这一遭的 因此 很多道人不是十分必要 根本不会欠任何人的人情 断了一切的因果 在山中体悟自然 悠哉自得 这才是他们的追求嘛 乐天真人正在采菊东篱下 悠然自得呢 突然一声钟声 从远处传来 乐天真人一愣 紧接着 他眼中闪过了一抹明雾 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哎呀 终于想明白了 想通了 早知道这么简单 频道何须想那么多呀 哎 不行 之前因为这事 和那书生吵得不可开交 今天我得道个歉去才行啊 与此同时 通天山脉另一处 一个山洞外 一名男子穿着汉服 坐在草席上 看着手里一本古籍 看得是津津有味 不过看到一句话后 不爽的道 乐天信口胡说 这话 怎么能这么解释呢 若是世人都乐安天命 对世界上哪来进步可言 不行 我得去找他好好跟他理论理论 纵然争他十年八载 也要争出个胜负来 说完呢 男子起身就要往外走 就在这时 咚 一声钟声响起 书生恶然 然后皱起了眉头 低头看着手中的书 咚 又是一声钟声响起 书生的眉头打开 眼中挂起了一丝明雾笑容 罢了 不同的角度 看到的东西自然不同 思想因为碰撞而有火花 因为有火花 而点燃智慧之光 若是所有人都一个想法 那才是真的可怕呀 哎呀 算了 前天将他骂一个狗血淋头 今天当登门道歉才行 想到此 书生也出门了 结果两个人在半山腰啊 就撞上了 两个人是四目相对 最后啥也没说 同时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各自见礼 就回家去了 只不过两个人的心情啊 明显是好了很多 但是对于这钟声 也是无比的好奇 发人深省 凭人怨气 这钟声响起 如同耳边唱佛经一般 当真是了不起呀 有时间我得出去走走了 看看这钟 究竟是来自何处 书生嘀咕道 乐天这人呢 嗯 怎么说呢 直接就甩开了大袖子 如同猴子一般 那么灵活的就下山了 他是赤子心性 想到那就做 根本就不拖了 不等 他听钟声好听 就猜测呀 那是来自一指山 一指寺的 远处听得不过瘾 当然要去近处听听才好了 方正并不知道 他在敲钟那一刻起 每一敲一下 钟身上的经文 都仿佛在发光 声音中仿佛揉着那无数的经文 传递开去 劝人向善 放下仇怨 还有平复怨气 虽然这钟声不可能让人直接改变想法 但是让人安静下来 仔细思考问题 还是能做到的 很多事情就是因为脑袋一热 做了 然后就错了 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去聆听 去询问 去思索 去自行 很多不该有的矛盾 还有危机 还有麻烦 自然是化为虚无 不过方正知道这一点 他快累死了 这钟锤和其他的钟锤不同 竟然是越壮越重 哪怕他那惊人的力量 撞了十多下 竟然有种快透支的感觉了 但是每撞一次 方正都能感受到一丝瞑目 佛经里的一些想不透的东西 忽然就豁然开朗了 什么都懂了 同时呢 钟身上有无数的经文 方正仔细看去 却发现 上面赫然刻着是好几套经文 外面写着为 诸佛如来菩萨尊者神僧明经 还有弥陀经 还有十二音缘咒 里面为妙法莲花经 钟纯为金刚般若经 普劳处啊 刻着楞严咒等 总共是有二十七种数万字 方正一边撞钟 一边看着经文 奇怪的是 钟身是圆的 分内外 但是每撞一下子呀 方正都能感受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撞着撞着 他愣是看完了一篇完整的经文 而且 还不用围着钟来回转圈 更不用钻到里面去看 那种感觉呀 仿佛文字会自动翻叶子 无比的神奇 同时方正暗自决定 这钟啊 只能寺院里的人来撞 其他人不能碰 否则传出去 也是麻烦一场 方正咬着牙撞钟 一下又一下 始终保持着那不缓不慢的节奏 东东的钟声响彻了整个山林 天地之间 仿佛只剩下了这种声音 声音是越来越响 甚至是一百多公里外的松武县城都听到了钟声 声音由杨悦耳 一时间引来了无数好奇的目光 朋友圈也全是在打听钟声的来源 最终目标锁定在了一指山上 一指寺再次成为了大家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 不知不觉见呢 一指寺的声望是越来越高了 特意跑到城南 是城东南郊听钟声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了 渐渐的 松武县城形成了一种奇怪的习惯 那就是每天早上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 或者趴在阳台 或者是在路边 或者是站在楼顶 静静的听着那从远处大山传来的钟声 享受着这一天的宁静 因为这里能听到钟声 于是大家买房的时候啊 也开始明显是往东南移动了 不少开发商看到了商机 纷纷投资在东南边的地产 一时间 原本作为老旧城区的东南边 竟然焕发了第二春 人是越来越多呀 商业圈也是越来越活跃 弄得政府不得不放弃 东北发展的计划 顺水推舟发展东南经济 并细称为佛中经济 方正当然不知道了 他的钟声最终引来了这么多的变化 他现在正咬牙切齿 吃奶的力气都用了出来 拼命的撞钟呢 方正一共撞了一百零八次大钟 功德圆满 这才如是重负 却又有些舍不得的 松开了重锤 双手合十 宣了一句佛号 阿弥陀佛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五十一章 交换经文 这一次啊 方正是真的受益匪浅了 对于系统发来的这份奖励 无比的满意 同时也有了更多的想法 新的 看了以后不能着急要奖励了 多攒攒还是有好处的嘛 同时方正看了一眼对面的鼓楼 上面还空着呢 什么时候将鼓也弄来 那就真的圆满了 方正心中感叹 下面的人呢 也是回过神来了 马师傅 罗阳 胖子 猴子等人 无不感叹这钟声的魅力 胖子更是贼兮兮的 用手机录了一段录音 准备回回下 登到中用 方正走下来钟楼 向大家表示感谢 王又贵则布置了庆祝酒宴 拉着一群工人下山吃饭去了 方正送行 闹听了快两个多月的钟楼鼓楼建设 终于到此结束 只不过猴子还是有些不甘心的 看着自己的鼓楼 最后摇了摇头 嘀咕道 哎呀 想找一面能和那样的中配套的鼓 有生之年 难哪 所有人都走了 一纸寺再次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只不过每天早上 方正都多了一件事情要做 打扫钟楼鼓楼 还有敲钟 从远处看去 一纸寺终于不再孤单 寺院左右两侧 各自耸立着一座高高的钟楼鼓楼 如同两尊门神一般 拱位着一纸寺 远处的竹林背景 更是 更远处的呀 那是通年山脉 还有长白山山脉的大背景 大气磅礴 景色极佳 时间过得飞快 这日 方正这才从钟楼下来 就看到红孩迎面跑了过来 师傅 师傅 明天要过节了 咱们不准备一下吗 方正恶人 反问道 过节 什么节呀 行人节呀 红孩理所当然的叫道 方正脑门子上啊 瞬间就挂往了黑线 一群和尚 滚棍汉 过个屁 行人节呀 摇了摇头 摸了摸红孩的头 与众心长的道 哎呀 惊心呐 过行人节 可是要有配套装备呀 咱们都是孤家寡人 你想咋过呀 红孩儿恶然 随后苦兮兮的道 哎 要不 我临时去找一个 凑合凑合 咚 方正抬手就是一个暴力 然后扬长而去 背对着红孩儿 走得飞快 腰杆笔直 一副大意凛然的样子 不过方正心中是泪牛满面呢 心道 我也想啊 红孩儿垂头丧气回到了寺院 结果前脚才进去 身后啊 就传来了一声大笑声 哈哈哈哈 方正主持 几日不见 你这寺院是越来越大气了 这钟楼鼓楼 beautiful啊 红孩儿回头一看 眉头一皱道 嗯 原来是你这牛鼻子呀 来人的正是乐天真人 这家伙当初下山找终生之缘 结果下了山后 嗯 被那野猪追了小半天啊 休息了好几天 今天这才下了山 乐天真人对于红孩儿的话 也不在意 反而笑道 嘿嘿嘿 无量天尊 敬心法师 好久不见了 红孩儿见到乐天啊 那他对他行礼呢 正好就回礼了 哼 阿弥陀佛 乐天真人 好久不见 然后撒腿就跑了 也不知道为啥 看到乐天真人 总觉得 对方 比他更像一个孩子 一个可以当他爹的孩子 说不鸟 方正听到乐天真人 那话立刻就走了出来 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原来是真人来了 里面 please 笑话吧 各天真人也不客气啊 跟着就进去了 喝到了两句 喝了点水 就笑道 哎呀 方正住持 贫僧能看看那钟楼吗 不怕住持笑话 我长这么大 还没见过这么大的钟呢 方正心中是两眼一翻 笑话 呸 这事业上恐怕没人见过比这更大的钟吧 脸上却笑道 哎 真人随意便是 乐天真人顿时大喜 连忙登上了钟楼 观摩起 永乐大钟来了 乐天真人 无拘无束 但是规矩还是懂的 方正没说话 他是不会去撞钟的 看看就好 结果这一看呢 就是看了一个多小时 红孩儿在下面仰着头 看得脖子都快酸了 嘀咕道 师父 这家伙是不是入魔了 一口钟而已嘛 竟然能看一个多小时 方正摇头道 他看的不是钟 他是在看佛经 在悟道 悟道 一个道士 看佛经还能悟道 红孩儿恶然道 方正说道 殊徒同归而已 天下的道理都是想通的 哪来那么多界限 界限都是人为划分的 可不是佛和道给的 红孩儿若有所思 想当初方正跟他说过的 佛道儒他们相同的理论 心中有了些许的名误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乐天真人满脸笑容的下来了 对着方正作依道 贫僧这次真是受教了 学了很多东西 误了很多以前误不透的道理 多谢方正主持 大度的让贫道一观 方正笑道 真人客气了 佛经放在钟上 指示佛经 传出去了 才有功德 贫僧也不过做了 该做的事情而已 无量天尊 乐天宣了一句道号 随后从宽衣大袖中 拿出了一本经书 递给方正道 那 这是贫道入门时候 家师所赠 今日送给方正主持 方正大方的就接了过来 乐天拿出了他一支 随身携带的道经给方正 这是在断因果呀 他看了方正的佛经 却给了方正道经 二者不相欠 这也可以看得出来 乐天的性子 他是真的想要脱离红尘 出道于尘 不沾因果 是逍遥自在 多谢真人 贫僧定当仔细品读 随后归还 方正道 乐天微微一愣 随后也笑道 不用还了 好书送给应送之人 放在贫道那里 烂了也没什么人能看到 主持说的对 经传出去才是功德 放在贫道那里 长蛛虫了 岂不是可惜了 就留下吧 将来可以给更多的人看到 方正点了点头 就答应了 红孩则偷偷地拉着方正的衣角 方正却没有搭理他 乐天真人来得快 走的也是不拖泥带水 看了该看的 送了该送的呀 起身就走 是潇洒随意 方正看着乐天真人的背影 心中也多少有些羡慕 不过再想想自己 微微摇了摇头 乐天真人住在通天山脉里 那山里虽然是物产丰富 但是终究是大山内 没有网络 没有电 没有一切现代人生活的必需品 一切都要自己耕种也就算了 蚊虫毒蛇什么的 那更是无比的多 那种环境啊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的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响 欢迎空 第452章 补经 理想永远是最美好的呀 现实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啊 方正感叹道 他的理想不是进到大山里吃苦 他想要一个温暖的小窝啊 虽然他拥有更大的家庭 但是整个义治村 他都是他的家呀 义治禅师就是他的老爹 但是方正还想要一个自己的家 有自己的老婆 有自己的孩子 他渴望那种温馨 摇了摇头 将心中的杂念去掉 转身就回寺院去了 红孩赶紧跟了上来 问道 哎 师父啊 佛道可以是一家 但是你将佛道的经书 放到佛文里再传出去 那咱们到底是佛门 还是道门呢 方正摇头道 嘿 你始终执着于佛 还有道的门户之间 那很重要吗 只要是好的 就去做 哪来那么多规矩啊 天下善是一家 其余的门不门的 乃是不入流之流 进了寺院 方正来到了菩提树下 让红孩滚去挑水 自己则美滋滋的 拿出了乐天真人的经书 蓝色的封瓶 还有一点泛黄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胎西经》 它是胎儿的胎啊 西是 西怒的西啊 啊 竟然是这本经书 好家伙 不会是真本吧 方正看着那个发黄的书皮 也是吓了一跳 《胎西经》其实并不能算得上 是真正的经书 而是一本武功秘籍 当然了 这有点吹牛波了 准确的说 是一种气功的修炼之法 对于气功呢 方正一直处于那种很迷惑的状态 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气功啊 方正还记得 小时候有过一阵子气功热 当时十里八村的人都谈论气功 而且当时的电视剧里啊 有很多武侠电视剧 方正就曾经拿了一根烧火棍 站在稻草垛上 某虫大侠 结果一个根头掉了下来 摔得好几天都没下来看看 记忆很深刻 胎西经也是当时大家讨论的终点 很多人都弄出了各种版本的胎西经筑解 拿出来卖 方正当时还记了好几本呢 结果悲催的发现 每一本都不一样 顿时是泪牛马面呢 哈的都知道 这都是骗子呀 方正更是拿着这些注解 找到了一纸禅师 一纸禅师看了之后 微微摇头道 哎呀 都是假的 果然是假的 我让他们扔了算了 方正苦拨的道 一纸禅师道 留着吧 为啥呀 这种害人的东西 留着他干啥呀 方正不解的问道 犯错不可怕 可怕的是犯了错 还要掩埋掉 吃亏上当 也是人生的必修课 你留着它 也是个念想和警示 多少年后 你回来再看 你会有更多的收获 一纸禅师笑道 方正也照做了 送回去了 结果对方一听说是假的 直接就给扔了 方正捡回来 放在了床底下 想到此 方正赶紧跑回了禅房 翻了翻 三美书还在呢 翻开看看 以方正现在看经文的 功底和物性 扫了几眼就发现 这所谓的经书中 是漏洞百出 基本上就是东拼西凑 弄一些玄而又玄的画呀 来忽悠人 再看乐天真人 给他的胎西经 内容明显朴实很多了 重点是 胎西经全文 竟然只有一页纸 玉皇天尊曰 胎从福气终结 气从有胎中息 气入身来 未知生 神去离影 未知死 知神气 可以长生 故守虚无 以养神气 神行即气行 神网即气网 若欲长生 神气相助 心不动念 无来无去 不出不入 自然常在 擒而行之 是真道路 然而 然后 然后 就没了 方正往后翻 果然呢 后面都是乱七八九遭的 注解 至于原文呢 那就没了 就这么几句话 方正苦笑道 这 好吧 我看看注解 方正往后翻 这一看不要紧 方正的眼睛顿时就亮了 就直了 刚开始方正的皱那个眉头啊 后来是越来越惊讶 越看越激动 当他将整文书都看完那时候 方正笑了 一抬头 哎呀 方正眼前多了好几个大脑袋 背着突如其来的一幕 吓得差点就跳了下来 只见毒狼猴子 红孩儿还有那毒狼 那脑袋上的松鼠啊 正一脸好奇的看着方正手里的书呢 眼前突然多出这几个脑袋 方正着实吓了一跳 是吧 你看啥呢 这么认真 松鼠好奇的问道 红孩儿道 台西京 方正紧张的问道 你懂 不懂 听都没听说过 红孩儿翻了个白眼 怕这妖族啊 从小到大 走过的地方并不多 他那个世界的东西太多了 他知道它太少了 这台西京 他自然更不知道 不过红孩儿还是到 不过这住室里倒是像那么个样子 不过也没啥用 方正恶然 你是说这东西不能修炼 修炼 师傅 你想多了 这世界上根本就不适合修炼 这书上第一句不是说了吗 玉皇天尊约 那是玉皇玩的 烦人咋练呢 哎呀 当然了 按照这书上 好好修炼 那也不是不行 心中练出一口气 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想白日飞生 你也只能做白日梦了 不过能写出这样内容的人 也是大财 毕竟这世界上啊 能这样的 已经很没错了 后面的注解 也不全是对的 感觉这就是一本 集合了无数人的心血 还有思考实验出来的实验日记 有对的地方 就有错的地方 红孩评价道 他终究看过是不少的高升的功法 点评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方正微微点头 这和他分析的差不多 飞天遁地 那是别想了 但是延年益寿 强身健体 还是没问题的 不过这并不妨碍 方正喜欢这本经书啊 方正道 让你补全这本书 你能做到不 不难 红孩道 方正直接将胎吸经 交给了红孩道 那就补全吧 强身健体 也算是造福一方了 这是功德 红孩想了想 直接接了过去 然后拿出了笔杆子跑了 也不知道干啥去了 一个小时后 红孩跑了过来 将胎吸经扔给方正 方正赶紧拿出来 如火至宝似的准备开看 红孩撇了撇嘴道 师傅 乔巴你开心的 你要是能去我的世界 我保证 让你早日成佛 飞天遁地 那也是无所不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53章 秀恩爱 方正根本不受诱惑 不以为然的道 然而我就不去了啊 那个 去了也没用 还不如脚踏实地的 做好眼前的 对于这个字啊 你到底是高了还是没高啊 方正 岔开话题问道 这就是方正 他才不会眼高手低 沉迷幻想 眼前最实在的啊 看过去 能查自身的错 做好现在 就能掌握未来 垫起脚 看远方的群山 一辈子也走不到山顶 经过红孩耐心的讲解 方正终于明白了 这练器该怎么练了 入了夜 方正就盘腿坐在床上 调整呼吸 第二天 天微微亮 方正就起来了 将猴子红孩 他们全部叫醒了 红孩揉着眼睛问道 师哥 你这大清早 你要干啥呀 不干啥 为时准备 带你们去下山 当然了 你们不想去的话 可以留在山上 方正说道 啊 去 去去去去 红孩一听 可以下山 立刻来了精神 那就快点准备吧 方正笑道 于是红孩赶紧 跑了过去 洗洗涮涮 然后精神兜走的 就出来了 蓝色的小和尚衣服 穿在他身上 显得是格外精神 猴子一直跟在方正身后 松鼠抱着一个坚果 每期明月是早餐 独狼则撒了泡尿 撒了泡呲呲 就准备完毕了 见大家都准备好了 方正一挥手 集体就下山去了 是吧 今天下山 有啥事吗 松鼠好奇宝宝似的问道 今天过节呀 为师带你们去体验一下人间的节目 方正一振正讲的说道 眼中却是坏坏的笑容 是吧 你不是说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吗 跟我们有啥关系啊 现在下山 你是不是要虐狗啊 红孩天天上网 自然懂得东西多一点 但是有人从来就不上网 例如 诶诶诶诶 你虐我干啥呀 独狼呆萌的问道 方正红孩都无语了 方正拉回话题 入室也是修行嘛 今天咱们就是入地狱 体验一下 虐狗的感觉吧 唉 松鼠萌萌的 不明白啥意思 独狼也听不懂 不过总感觉是菊花锦 感觉要被掘的样子 红孩无所谓 猴子也无所谓 就跟着师父走 学着就行了 同时暗中记下了方正的一言一行 然后就跟着学 红孩则一副果然如此的样子 不过他也无所谓 然而 真的是这样吗 下了山呢 天才刚刚亮 方正就看到王又贵骑着摩托车就出来了 车的后座上拉着一个大大的纸壳箱子 王施主 早啊 方正上前见礼道 王又贵哈哈大笑道 啊 哈哈哈哈 哎 方正主持 早啊 今天什么风把你们吹下来了 方正笑道 相逢 师主 这么早出去买什么好东西回来了 王又贵是老脸一红 黑黑笑道 啊 今天不是过节吗 给我家那口子买点礼物 也学学年轻人 浪漫浪漫 方正凑过去看一眼 顿时就笑了 大箱子里竟然装了一大捧的玫瑰花 双手核实道 阿弥陀佛 师主 果然是与时俱进 佩服 佩服 滚蛋啊 是谁也别跟谁说 否则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方又贵是老脸一红 哎呀 一般村子里的老夫老妻呀 送点衣服啥就算时髦了 送玫瑰花的 他绝对是头一个 若是传出去啊 他觉得 明天就能上村民版的头条了 结果王又贵才进屋 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了 王又贵老婆的狂喜的笑声 同时还下冒笑骂道 哎呀 你这老东西 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送这东西 丢不丢人呢 浪费钱 快退回去 退回去 我不要 哎呀 你干什么呀 你怎么愧心了 老婆 这么多年 你辛苦了 你 混蛋 知道就好 老婆 不认识 听到这么肉麻的话呀 方正独狼 猴哈儿 还有松鼠 集体打了一个冷战 想想那画面里面 两个人模样啊 再次打一个冷战 松鼠则苦兮兮的道 是吧 我咋觉得 圣的话会吓人的呢 独狼也道 人类果然可怕 这话说的 我尿急 师父 托儿 还是回山上去吧 猴子道 方正白的他们一眼 也懒得搭理这几个家伙呀 这才刚开始 这哪到哪啊 检方正不吭声 松鼠好奇的问道 你师父 那个花好漂亮啊 松那个花代表啥呀 笨蛋 那是代表爱情 火红的爱情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红孩儿摇头晃脑的说道 结果松鼠给他了一个大白眼 你不就是找配偶吗 人类真是让人无语 我们找配偶都是送松子吃了就足够了 没有什么摆不平的母松鼠 独狼道 我们只要足够强壮 那母狼还是一群一群的 看上哪个 瞧哪个 比这简单多了 猴子点来点头道 嗯 我觉得也差不多呀 不过还是要浪费点心思 红孩儿扑呲一下就笑了 去 本大王 你说的啊 想当年我刚出生的时候 娘亲就给我准备了三千个侍女 八百侍寝 咚咚咚咚 一连串的暴力声响起 方正一人一个暴力 冷哼了一声道 都别吹牛波了 现在都出家了 以后女人跟你们没啥关系了 谈论再多也是空的 今天你们看着啊 就负责看就行了 你看啥呀 松鼠捂着头 泪眼婆娑的问道 方正一字一顿的 铿锵有力的说道 看别人泡妞 晒妹子晒男朋友 晒感情 轻轻窝窝拉拉扯扯 懂了吗 松鼠嘴里的坚果喷了 猴子双手核实道 师父 弟子忽然想起来 院子还没有打扫干净呢 要不弟子还是回去打扫吧 刚看了一场老年版的恩爱 已经是鸡皮疙瘩掉一地了 你说这要是再看下去 猴子觉得他肯定要怀疑自己 向佛之心是否坚定了 红孩也道 哎呦 哎呀 师父 我肚子疼 我想回去上厕所 猴子刚要开口 方正扫了一眼 想先道 景真啊 出家人不打狂语 为师再给你一次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刚刚说啥 猴子看一脸坏笑的方正 打了一个哆嗦 哎 那个 师父 徒儿紧跟随您的脚步 阿弥陀佛 方正在看红孩儿笑道 嘿嘿嘿嘿嘿 徒儿 为师是个公平的 也给你一次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师父 你大胆的往前走 徒儿绝对不会落下半步 红孩儿赶紧表态 方正满意的点了点头 看向嘴巴微微张开的松鼠 嗯 静宽 你想说啥呀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54章 抓揪 你 那个 我 松鼠犹豫了 小眼睛滴溜溜的转着 两个小师兄呢 已经投降了 他果断放弃了坚持 来一句 师父 我想说 师父 您说的对 好孩子 静法 你没意见吧 方正问 毒狼呵呵一笑 下山的时候 你们说要虐狗 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了 我无所谓 毒狼傲然的仰着头 一副赴汤蹈火的样子 既然如此 方正一挥手 回山 啊 师父 正就回去了 松鼠一脸小兴 小兴奋的问道 不被虐了 自然高兴 方正黑黑一笑道 嘿嘿 是啊 回去了 刚刚只是早上起来 例行散步 让你们感受一下村子里的小气氛 接下来嘛 你接下来 咋样啊 接下来 是不是 要吃饭了 吃饭 哈哈哈哈 没多久啊 一群人站在大门口 毒狼带着哭响道 师父 我觉得 咱们还是满足了口粮 再进去吧 有了上次饿的蹲马洛牙子经历后 毒狼真的怕了 说什么呢 有为师在 还能饿住你不成 方正道 不是 我是怕饿死 毒狼低声道 咚 最终啊 方正带了一群抗议的徒弟 走进了吴小门 然而 叮,吴小门每次最多能够进入两个生命题,你抄圆了,吴小门大跟踪 系统突然开口道,方正一愣,苦不得道,这意思是我们集体旅游都不行啊 你可以升级吴小门,不过这个得需要点钱 系统道,多少啊?方正问 这地一百万,一百万你就可以买一个三个人可以乘坐的瞬间移动门 怎么样,是不是很经济实惠,你要知道,很多人愿意花一百亿来买这个东西呢 系统一副同搜无期的模样,方正呵呵一声道 没钱,于是 师傅,那个我觉得我还是看家吧 红孩率先叫道 师傅,你看,这一天出去,也不知道得多少天能回来 寺院总不能没有人打扫吧,我留下吧 猴子道 师傅,咱们寺院现在有点东西了,总得防贼吧 作为本寺院第一大护法,我是责无旁贷 独狼道,哎,是吧,松鼠反应慢了,发现自己也被师兄们抢先了,顿了顿,就急了,脑子都没想好,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才把悲催的发现呢,他不知道他在说啥呀 方正看着憋屈的松鼠,无奈的摇了摇头 哎呀,算了,你别说了,大家抓揪吧,抓到最短的,跟为师走 众人一听啊,顿时是紧张了起来,不过一想到出去的概率不过是四分之一嘛,顿时心思又活络了起来 弄了四根细线,随手扯断了,然后团在手中,露出一根线头出来,道 好了,可以抓了 松鼠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也不知道该抓哪个 红孩眼珠子乱转,他刚刚有留意方正的举动 心中早有了打算呢,一把抓住了一个线头的 是吧,我就要这个 方正点了点头,让他抽出去 众人一看,好家伙,足足两个大巴掌长 红孩顿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嘿嘿嘿,这么长,看来我不用去了 师兄们,你们一路走好啊,看到啥了,你别哭 看到这家伙小人得志的样子 猴子松鼠,还有毒狼啊,贼一脸的哭上脸,这么长的线条,完蛋了 他们出去的概率,肯定提升到三分之一了 猴子则宣了一句佛号道 阿弥陀佛,佛祖保佑,随缘吧 红孩黑黑笑道,师兄啊,这个时候求佛祖是没用的,重点是这里 红孩说完,直了直脑袋,意思是说,我最聪明,聪明 我知道,我去偷窥,你们不聪明,笨死了 猴子也不吭声了,继续扯线,结果是越拉越长,越拉越长 最后足足有一米长,啊,啥 红孩下巴都快要到地上了,看看自己手中的细线 再看看猴子里手中的细线 猴子黑黑笑道,师弟啊,事实证明,求佛祖还是很管用的 阿弥陀佛,多谢佛祖保佑 红孩呱的呱的嘴道 那是你愿见 佛祖保佑弟子也戳一个长长的吧,弟子要给你磕头了 这个时候啊,松鼠眼珠子一转,回过神来,跪在地上,对着佛堂连磕了三个头 登登登,红孩儿撇了撇嘴道 哼,笨死了,还真相信佛祖会保佑啊 你们又不是不明白,咱们寺院里灵的不是佛祖,是人 红孩儿闭着眼睛,选了一个线头,一扯 一个巴掌长,两个巴掌长,Oh my God,一米了,还有呢,两米了,我靠,三米了 红孩儿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松鼠竟然扯了一根三米长的线 松鼠自己都蒙了,最后狂喜道 多谢佛祖,我一定每日日夜烧香,每天给你打扫干干净净的 哼,红孩儿那脸呢,那叫一个红 猴子一巴掌,松鼠一巴掌,打得疼啊 红孩儿可怜巴巴的看着独狼道 诶,师兄,干你了 独狼道 诶,我抽完了 啊,你啥是我抽的呀 红孩儿问 诶,师弟抽的时候我就抽了,你看,你看,没人看我呀 独狼道 那你得多长啊 红孩儿问,独狼忽然咧嘴笑了 红孩儿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结果独狼嘴巴张开,吐出了一团线来 啊,不然,比静宽的短点,不过应该比你得长 红孩儿差点就吐血了 老脸一红,恨不得把自己的嘴巴都自己扇两下的 这几巴掌打的是疼啊 不过更疼的还是即将出去的残酷事实 嘿嘿嘿嘿嘿,好了,徒儿,走吧,为师带你看看这个世界 方正嘿嘿笑道,红孩儿听着这声音怎么听怎么渗得慌 然而,说啥都没用了,还是被方正拉着走向了无想门 方正低声道 笨蛋,无想门的任务都是拯救好人于苦难之中 多半虐不到你,不过留在山上那就难说了 红孩儿一愣,随后仔细想了想 嗯,貌似真的是这样啊 随后就狂喜道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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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啊 哎,那走吧 当两个人走进无相门的瞬间 两个人依稀听到了有人在喊 长发真的那么重要吗 长发 啥意思啊 方正和红孩儿站在街道边上是面面相觑 完全就搞不明白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娜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55章 混上饭了 应该是那个女人吧 方正嘀咕道 就在这时 耳边响起了一阵音乐声 窗台上的钟滴滴答答 窗外的雨在下 我凝视着 落满尘埃的吉他 只是爱情这根弦松了 我是花瓶中 哭泣的百合花 师父 这什么歌啊 很好听啊 这是有些山杆 红孩儿好奇地问道 方正仰头看去 只见三楼的阳台上摆放着一盆百合花 窗户打开了 白色的窗户纱呀 随着风吹而轻轻的舞动 窗子上挂着一个风铃 随风舞动 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仿佛是在给这首歌曲伴舞 歌没唱完 音乐就停了 也不知道房间里发生了什么 师父 问你话呢 这是什么歌啊 红孩儿问 方正道 哭泣的百合花 回是上学的时候啊 听过 现在已经没什么人听了吧 方正对于现在的流行歌曲 已经很少听了 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 听他年少那个时代的歌曲 或许有 不过更多的都是怀旧那一批人吧 方正摇了摇头 这首歌让他想到了很多 想到上学的时候 教室里的笔杆子上 那个纸上摩擦的撒撒声 想到了黑板上 粉笔书写下的一个个 让他头昏脑胀的符号 想到了他曾经偷偷看过的女孩子 哎呀 哭泣的百合花 听起来好像很悲伤的样子 算了 不想了 红孩儿嘀咕道 就在这时 楼上突然传来了一声激呼声 呀 小心 啪的一声 方正只感觉脑袋上被什么东西砸了 然后一片泥土是瓦片坠落 一朵花啊 跟着也就倒了下来 方正顺手就将花抓住 花瓣摇晃 却没有散开 对不起 对不起 楼上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惊呼声 方正将光头上的土啊 也扒了掉 抬头看去 直接一名穿着有点中性化的女孩子 正紧张的说着 然后就缩了回去 啊 都露头了 还想跑 不是吧 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妙吗 红孩儿叫道 咚 方正抬手就给红孩儿一个暴力 这熊孩子瞎说啥呢 他才是和尚好吗 红孩儿不满意的道 哎呀 师父 嗯 话操理不操 本来就是嘛 这什么人呢 花盆掉下来砸到人 竟然缩回去不吭声了 哎 哎 谁不吭声了 这个时候啊 一个气喘吁吁的女人传来 是女生 接下来一名扎着长长的马尾辫的女孩子就跑了过来 单凤眼 薄薄的嘴唇 线条有些硬朗 整个人都显得很有精神 活力四射的样子 穿着牛仔裤 T恤衫 看起来有点中性 你干的 红孩儿指着方正地上的花盆问道 女孩子翘脸一红 道 哎 是我干的 那个啥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看着方正 女孩子的脸更红了 同时暗自松了口气 这一花盆没砸死人 他真是阿弥陀佛了 同时心中也是好奇无比 这合成啥脑子呀 三楼掉下来的花盆砸一下 啥事没有 阿弥陀佛 施主不用担心 贫僧没事 方正的确没事 月白色僧一户底 别说一个花盆了 你掉下来个炸弹也没事 既然没事 何必难为人家呢 红孩儿则是不爽了 说道 什么叫没事啊 你看我师父都被砸了 哎 那你想怎么样啊 女孩子发现 大和人好说话 倒是看起来 这个跟瓷娃娃的小东西 挺难对付的 红孩儿想了想到 嗯 最起码 你得管饭吧 方正刚想教训红孩儿一句 结果一听 嗯 貌似有道理啊 眼看快中午了 没人管饭 又要坐在马路牙子上挨饿了 女孩儿一愣 随后笑道 嗯 我还以为多大事呢 行 我管饭 行了吧 红孩儿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 不过还是瞥了一眼方正 方正苦笑道 师主 贫僧这徒弟啊 顽劣 但请不要放在心上 直接开口讨饭 方正真的有点不好意思 让他开口啊 绝对是拒绝的 红孩儿顿时泄气了 他发现 这师父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啊 他都铺垫了这么好了 结果还是功亏一篑 然而 女孩儿却笑了 不用放在心上 不过饭肯定是要请的 对了 问一个问题行吗 方正问道 师主想问什么 你真的是和尚吗 女孩子的大大眼睛啊 是闪亮闪亮的 显然是真的很好奇 方正道 阿弥陀佛 你这不废话吗 我师父不是和尚 这世界上就没和尚了 红孩儿说的是理直气壮 连他这个菩萨手底的散财通子啊 都扔来被调教了 这样的和尚还能是假的吗 不过他这话呀 落在女孩儿里 却变成了一个笑话 只当是童言无忌 没当回事 不过有一点确定了 眼前的和尚 的确是和尚 满足了好奇心 一派手道 行了 走吧 我们去吃大餐 哎 不是去你家吗 红孩儿纳闷了 楼上就是女孩儿的家 怎么还往外走啊 女孩儿翘脸一红的 那个 我不会做饭 你爸妈呢 红孩儿追问 不在呀 要是在的话 那就简单了 女孩子苦嘻嘻地摇头 不过方正却从女孩儿眼中 看到了一次皎洁之色 显然 他在撒谎 不过这并不重要啊 方正又不是非要去他家里吃饭 中午饭 是在一家小饭馆吃的 方正和红孩儿一人 要了一碗清汤面 女孩儿则坐在边上 一脸惊讶之色 一双大眼睛 嘀溜溜的就说转转着呀 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吃不吃的 偷偷看看方正和红孩儿 却发现 两个人真的没有嫌弃的样子 反而吃得津津有味 而且最后连汤都喝了 一点都不浪费 尤其是方正啊 一举一动 都带着一丝禅意 宛若不带一点点烟火 不快也不慢 让人看得十分舒服 宛若坐在那里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棵树 一棵草 一座山 自然而然 本就该在那里 永远都不会显得突兀 却又让人心中安宁祥和 十分的舒服 吃完饭 方正双手和食道 阿弥陀佛 多谢施主 哎 不用客气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女孩子连连挥挥手 然后又问了一句 你们真的是和尚 哎 方正直接就不说话了 红孩儿直接翻了一个白眼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功 第四百五十六章 满地狗毛 女孩子尴尬的笑了 哎 不好意思啊 那个啥 我没见过啥是真和尚 以前老是有假和尚 当街卖护身符什么的 看多了 心里没底 方正违背一笑 也不在意 笑道 阿弥陀佛 施主无需放在心上 贫僧这就告辞了 女孩子看着方正和红孩儿的背影 想了想 最终追了上来 就问道 哎 二位法师 我能问个问题吗 方正说道 施主请问 你们不是本地人吧 女孩儿问 方正点头 女孩儿大眼睛一转 带着几分笑意的问道 你们没钱吃饭吧 方正愕然 红孩儿则是立马低着头啊 数着蚂蚁 丢人哪 两个大活人 你吃饭你都没钱 不过方正倒是坦然 笑道 贫僧的确是没钱吃饭 贫僧一个出家人 要钱何用啊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穷得这么理直气壮的呢 女孩子下意的说道 方正一听啊 顿时就无语了 要不要这么直接呀 要不要这么直白呀 就不能委委委远点吗 女孩儿赶紧道 发师 不好意思 我的嘴总是没个碗门的 乱说话 那个啥 你要是没地方住 还有吃的话 我管怎么样 方正恶然 红孩儿则是惊喜的道 啊 真的 这这个好 方正抬手就是一个暴力甩了过去 打得红孩儿捂着脑袋 一边蹲着蜀蚂蚁去了 方正则摇头道 阿弥陀佛 无功不受禄 施主砸贫僧一花盆 又请贫僧吃了一顿饭 已经是两清了 再管贫僧吃住 贫僧却是不能收了 不是 不是白吃白做 我想请法师帮个忙 女孩子赶紧澄清道 方正想了想 看看红孩儿一两渴望的大眼睛 再想想自己的事情 如果找不到需要帮助的目标 两个人就别想回去了 回去了 乌校门多半是要罢工了 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完成任务 一直饿着睡马路 显然也不太好 于是方正点了点头道 这要看女师主让贫僧帮什么样的忙了 女孩儿笑了伸出一只玉手 正式的认识你 我叫宁宁 法师 你怎么称呼啊 贫僧方正 这是贫僧的徒儿静心 方正没有和女孩握手 而是双手合十见礼道 宁宁笑了笑 大方的道 那好 那我现在是不是属于雇佣关系了 方正知道丁宁在开玩笑 就跟着笑了 我有一个哥们啊 这家伙最近在追一个女孩子 他让我帮忙 天呀 你是不知道他的计划有多大 问题是啊 我一个人根本就搞不定 所以说到这儿啊 丁宁笑兮兮的说道 所以那位法师 无论如何得帮我一把 啊 你哥们追女孩子 你帮忙 这个 怎么帮忙啊 方正也觉得有意思 不过问题来了 这玩意儿别人能插上手吗 丁宁的 嗯 按照计划实行就行了 这个计划 我们两个已经策划了一周 才设计出来的 基本上将各种能想到的 都设计到里面了 就是人手需要几个 而且这些人 还不能是他的 和他和他女神共同认识的人 以免走漏了风声 而我们大家认识的人 基本上都是一个圈子的 所以啊 不过现在好了 有了大师帮忙 一些情节都可以轻松解决了 好吧 为了庆祝我们女神追追台成立 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吃大餐 我要吃冰激凌 红孩率先叫道 当初欧阳风华领着他吃过呀 这小家伙呀 已经爱上了那个味道了 山上吃不到了 下山就有机会了 自然不客气了 丁宁拍着胸脯道 没问题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 那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方正问 嗯 现在呀 当然是准备实施计划的第一步了 丁宁的 嗯 第一步是啥呀 红孩问 打电话通知我的哥们 一切准备妥当 他可以约女神出来了 丁宁开心的笑着 风吹过 那笑容很纯净 长发飘舞 宛如一朵花 很漂亮 方正红孩则是有点无语了 人家追女朋友 你这丫头 你这么高兴干啥呀 半个小时后 那边来了电话 说一切准备妥当 丁宁立刻跑回家里 没一会儿拿出了一个小提琴 还有一大包衣服 呃 施主 你拿这个干什么呀 方正对于浪漫是一巧不通 啊 你问这个呀 这些都是道具 少不了的 丁宁叫上方正 还有红孩他们上了出租车 说道 师父 去红海岸西餐厅 车上 丁宁道 吃西餐 听着专属音乐 多浪漫的事情啊 可惜 我那个哥们资金紧张 顾不起专业的 只好我这个业余的上了 啊 你还会小提琴呢 方正惊讶的看着丁宁 这小丫头 疯疯疯疯疯的 跟个假小 嘶嘶嘶嘶 对对对对对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 能静下心来 学音乐的料 丁宁白了 方正一眼道 哼 别小看我啊 我可是正规学校出来的 已经学了 小半个月了 方正表示无语 小半个月 你能拉出吊吊来吗 红孩嘀咕道 哎 我听说 小提琴拉好了 很好听 拉不好 就跟那个锯桌的腿似的 结果立刻换来了 一个大白眼 丁宁苦笑兮兮的说道 哎呀 你们就不能给我点鼓励吗 加个油不行啊 我找你们俩来 不是来拖腿的 方正和红孩对望了一眼 同时道 哎 加油 加油 这还差不多 叮咛笑了 然后打开了他的大包 炫耀道 看 这里啊 都是道具 一会儿我得假扮男装 这个高帽 可以遮掩一下我的长发 哎呀 头发长了 果然是麻烦 啊 你不喜欢长发吗 方正问 丁宁随意的说道 不喜欢 搭理起来太麻烦 自从我留了长发 我妈妈说的最多的就是 满地的狗毛 逼了个狗的 这是狗毛吗 哎呀 方正和红孩一听 差点就笑了 不过出于对雇主的尊重 所以啊 憋着 丁宁看了两个人一眼道 行了 笑吧 又不是没被笑过 结果 方正和红孩儿还没笑 司机嫌笑了 声音那叫一个洪亮啊 你闭嘴 没让你笑 丁顺嗷的一声就叫了起来 结果车里的人都笑了 到了地方 丁宁啊 大方的冲进了一家服装店 跟店员好说歹说呀 说了无数好话后 店员终于无奈的 让他借用了一下十一件 于是 没一会儿 一名西装革履 身材飘瘦 戴着高高的帽子 留着落腮胡子的人 就走了出来 只不过这皮肤有点太白了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一梦黄梁 博奖 欢迎公 第457章 小提琴 怎么样 能认出我原来的样子吗 丁宁凑到方正面前 十分认真严肃的问道 方正也十分认真严肃的道 一看就是女般男装 不过 看不出来你原来的样子 诶诶 那就行了 西餐厅里 那个灯光也是比较黑暗的 到时候我低着点头 一副沉醉的样子 估计对方也认不出来我了 诶 诶 来了来了来了 快快快 掩护 丁宁赶紧躲到了方正身后 方正闻声看去 直接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 接着一名大男孩走了下来 男孩一头短发 显得是很是精神 穿着很简单 却看起来整个人都很有眼光 哎呀 显然是都精心搭配的结果 大男孩殷勤的打开了后车的车门 一名女子走了出来 身材高挑 凹头有致 一头长发 如同黑瀑布一般 甩在身后 阳光照在上面 反射出丝丝的光芒 女孩并没有男孩那么激动 显得很是平静 也很有礼貌 走路也好 说话也好 都显得很得体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女神范儿 女神范儿特别多 王宁从身后探出了脑袋 一脸认真的问道 在她的脸上 一点也看不出羡慕嫉妒恨来 一双大眼睛很干净 红孩儿点头道 嗯 漂亮 不过 我还是觉得 你漂亮一些 丁宁一听就乐了 捏了捏 红孩儿的小脸道 你嘴巴真甜 回头请你吃 好多好多的冰淇淋 不过 我有自知之明 我就是一个丑咬鸭 拿笔子上人家歪天鹅呀 行了 不说了 我进去了 帮我看着衣服 啊 我就负责给你看衣服啊 红孩儿问出了方正的疑惑 当然不是了 后面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需要你们呢 这个我一个人就能搞定了 说完 丁宁就跑了出去 方正和红孩儿对望了一眼 方正道 走吧 一起进去看看 说实话呀 我对丁小施主的小提琴 不放心啊 红孩儿跟着点头 拿人的手转 吃人的嘴短 吃了人家的饭 结了因果 不干活可不好啊 随后 两个人就跟着走进了西餐厅 这是一家很气派的西餐厅 外面整体是黑色墙面 大大的logo 极为响眼 那金属大门推开 还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宛若生锈了 却又不是 那种沉重的感觉 让人有种很爽的感觉 进了大门 门口站着一名一身鼻挺西装的女子 微笑的点头 你好 欢迎光临 方舍和红孩儿同时都麻爪了 没见过这么高级的酒店呢 烦钱都不知道干啥了 好在一个是住持大和尚 一个是山中的大妖王 关键时候还不能掉链的 还能保持那种平静 微笑回应 然后坦然的走了进去 一路努力不吭声 一副我很熟的样子 然后两个人就被女子领入座了 美女微笑的问道 两位喝点什么吗 红孩儿干咳了一声 学着网络上看来的东西 一本正经的道 菜单给我拿来过来 我看看 师傅 其实我喜欢喝蓝山咖啡 拿铁也行 你呢 方正啥也没说 因为女子已经十分礼貌的将菜单递了过来 方正根本没有看前排的品类 扫了一眼后面的架 以及上面的一段话 方正就想了一巴掌拍死红孩儿 只见上面写了一句话 本店免费提供白开水 但是每位收座未费十元 而其他的咖啡 最低的都是五十元起 至于什么茶呀 方正连看到不看了 白水都十元了 茶能便宜吗 红孩儿也没看菜单 依然在装拨 淡淡的说道 师傅 我推荐你喝拿铁 味道不错 方正直接将菜单放在了他的面前 微笑道 你想喝什么 你自己点 然后你付钱 红孩儿扫了一眼上面的价格 连顿时就红了 第一是咖啡 一个个的都是几十块钱起步 看边上那些人喝的都是小小的一杯 还都不够他一口喝的 于是红孩儿干咳了一声道 其实我喝啥也行 王后一翻 西一壶龙井 二百五十六一壶 红孩儿那脑门子上顿时全是黑线 差点就骂娘了 这不是抢钱吗 上身烧一炷香才多少钱呢 关键是那很灵的号吗 红孩儿可怜巴巴的看着方正 方正无奈之下 只能一梦黄凉 女服务员正在等着那两个和尚点单呢 结果忽然想起了什么 再看眼前哪来的人呢 女神 三人不知道说着什么 丁宁十分绅士的见礼 然后开始拉动小提琴 这一幕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 很多人都明白这是在干什么 眼神中带着善意 脸上挂着微笑 男孩儿显得是有点紧张 对面的女神则始终微笑着 仿佛有点惊喜 却并不意外 坦然的受着 师父 我咋觉得丁宁姐姐 咋那么不靠谱呢 红孩儿嘀咕道 啊 这就叫姐姐了 你都能当她祖宗了好吗 方正道 他给我买了冰淇淋 给我买好吃的了 红孩儿理直气壮的说道 方正瞬间就无语了 这败家的徒弟 简直就是油奶便是娘 一点原则都没有 不过方正也习惯了 低声道 说实话啊 我也不看好 一个练了只有小半个月的小提琴 能拉出什么一二三了呀 要是拉不好 岂不是砸了 红孩儿道 方正也没吭声 红孩儿继续说 如果砸了 后面的活动就没有了 那咱们俩的价值也就没了吧 咱俩的饭 是不是就没人管了 方正琢磨着 貌似也是这么个道理 道 看 啊 方正的话还没有说出口 那边响起来悠扬的小提琴声 声音很悠耳 一点也没有两个人以为的聚桌腿声 相反 很好听 方正和红孩儿对望了一眼 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讶 这也挺生奇了吧 方正没记错的话 这种小提琴没有个一两年 很难拉出很好听的调调了呀 难道这看起来有点大大咧咧性格的丁宁 竟然是小提琴天才 不过方正还是发现 那女神的眉头竟然皱了起来 显然对于这音乐呀 并不是很满意 不过 他也没有打断的意思 而是安静的听着 只不过是越听 眉头越紧 方正直接招呼了红孩儿一声 两个人走了过去 别人看不到他们 自然也不会防着他们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458章 小丑 叮咛一曲拉完 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 叮咛礼貌的 向四周行李 而男孩儿则大方的送上了消费 一打红色的钞票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女神开口了 不值这么多钱 他拉得很生硬 应该只会这一首曲子吧 叮咛恶然 女神继续道 你拉得很用心 但是给你这么多钱 不合适 你自己拿吧 叮咛的脸瞬间通红 仿佛要滴出血来了 不过依然很努力的笑道 的确刚才没学多久 没想到美女还是行家 谈不上 我学了五年的小提琴 听还可以 拉的话 登不了大雅之堂 女神道 叮咛的脸更红了 这个时候男孩道 话不能这么说 好不好听啊 不在于他拉得如何 而在于听的人如何 我觉得好听 就是这个价 男孩说完 将钱塞给丁宁的手里 然后道 如果没事的话 你可以走了 丁宁尴尴尬地看着手里的钱 然后点了点头 转身离去 方正看到 那一瞬间 丁宁哭了 红孩皱眉道 这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他好像是高兴哭的 方正道 红孩凑过去仔细看看 貌似 好像 真的是这样啊 红孩一脸莫名其妙地道 是吧 这丫头 疯了 咚的一声 抬手 方正就给他一个暴力 就你这脑袋 你就别想还俗了 还俗也是个光棍 谁说的 我老年给我准备了三千 是吧 我啥也没说 红孩还想争两句 随后看到方正一脸 你敢虐狗 我就敢虐你的凶悍表情 瞬间闭嘴 师父 现在去哪 红孩问道 方正看了一眼那男孩 还有他的女神 两个人的话题 又转了回去 聊了一些方正不感兴趣的话题 不过很明显 男孩很主动 而他的女神 则是始终笑盈盈地回答着 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感兴趣 摇了摇头 方正拉着红孩出去了 他们两个可是给丁宁拿着衣服呢 丁宁出去找不到人 可别报警了 说他们两个偷衣服啥的 两个人跑得很快 丁宁走得慢 两个人出去了 丁宁才跟着走出来 方正撤销了一某黄梁神通 丁宁立刻看到了两个人 转头看去 擦了擦脸上 笑盈盈地跑过来 哎呀 还是外面舒服 里面有点冷 我衣服呢 看着丁宁这副模样 红孩心头有点不舒服 问道 你的表演咋样啊 当然是棒棒的了 不过还有带磨脸 可惜 丁宁说到这儿 眼中闪过了一抹暗淡这色 随后笑了笑 拿过衣服就跑了 看着丁宁的背影 红孩迷茫的道 师父 他到底是开心还是伤心呢 我咋看不懂呢 方正双手和时道 阿弥陀佛 师父 咱能不能正经说话呀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答案吗 红孩不爽的道 为师 不知道 方正苦笑道 他也发现了 女孩子的心思 那简直 根本猜不透嘛 红孩两眼一翻道 师父 看来你也别还俗了 你还俗 也找不到老婆 很快呀 丁宁就换好了衣服 然后拉着方正和红孩道 走了 换战场 这次去哪啊 红孩问 先去我家 还有一大堆东西要拿 然后去 走了走了 到地方啊 你就知道了 丁宁说完 疯疯我火的打了一辆出租车 就回家去了 没多久 丁宁拿了一个小袋子东西出来了 然后又拉了两个人上了车 直奔下一个目标 这里 方正红孩一脸惊讶的看着眼前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巨大的水族馆 海洋公园 这种地方 方正还真没来过 红孩也是好奇 不过并不新奇 毕竟大海中 他也不是没去过 对 走 我们可是精心的策划了许久呢 丁宁拉着方正 红孩就跑了进去 进门和门口的几个保安打了招呼 几个人也是笑呵呵的回应 显然他们很熟悉的 进了海族馆 丁宁十分熟弱的直奔海豚表演大厅 这个时候似乎没有表演节目 大厅里空荡荡的也没什么人 一名男子坐在一个椅子上玩手机 前方的水塘里啊 两只海豚是游来游去 看到里面有人进来 江头探出来 一脸好奇的样子 丁宁一进来 那个人就看了过来 笑道 丁宁 你可来了 你再不来 我都以为你不来了呢 这两位是 我朋友 这位是方正法师 这位是他徒弟 静心小法师 丁宁马上介绍道 这是我的朋友 韩教练 他训练的海豚可厉害了呢 红孩呵呵的干笑了两声 显然对于这个小子们是十分不爽 不过啥也没说 这时候就不添乱了 方正见此是微微一笑 红孩越来越会为别人着想了 这是好事 丁宁道 韩教练 我让人送来的东西 送来了吗 送来了 就在那边放着呢 不过我跟你说啊 这次的事情都是偷偷干的 可不能传出去 否则就麻烦了 韩教练叮嘱道 哎呀 知道了 放心吧 丁宁连忙说道 将韩教练就给推走了 丁宁这才跑了过来 抱着一个大盒子过来 说道 方正法师 敬心法师 这回你们得帮忙了 说话间 丁宁拿出了一大捧的玫瑰花 塞进了方正手里的 一会儿呢 等表演结束 你将这一束花送上去 就说 少欣秀小姐 生日快乐 这是王伦先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愿你永远开心幸福 这句话你记住了啊 千万不要记错了 哦 哎哎 算了 看你呆头呆脑的 记不住就惨了 我给你写下来吧 说完 丁宁从包里掏出了一张纸 先好再给方正 然后就写了一张 塞给了红孩儿的 这个你拿着 嗯 等你师父送完花 你把这个送给他啊 丁宁 将一盒巧克力 塞给了那红孩儿 红孩儿看着手里的巧克力道 哎 这不像是 祝生日快乐呀 哎呀 明白那个意思就行了 这要挑明嘛 丁宁道 这个时候韩教练 喊丁宁 丁宁赶紧跑了过去 临走的时候 还不忘将其余的东西收好 没多久 丁宁化妆成一个小丑 出现在大厅里 对方正和红孩儿挥了挥手 问道 怎么样 有没有范儿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 老那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讲 欢迎空 第四百五十九章 柴油 帅呆了 红孩儿道 丁宁顿时给了他一个开心的笑容 又跑了 方正和红孩儿对望了一眼 红孩儿道 师父 丁宁姐姐可真够努力的呀 那小子要是这都追不上 都对不起丁宁姐姐 方正身有同感的点了点头 拉着红孩儿就躲了起来 没多久 王伦带着绍心秀就来了 王伦 这是哪儿的人呢 今天应该没有表演吧 绍心秀道 王伦神秘的一笑道 怎么会没有呢 你看 说完 王伦拍了拍手 下一个呀 一个小丑从后面跑了出来 翻了两个跟头 然后比了一个调皮的动作 啊 可真有啊 绍心秀啊 简然是惊讶了一把 小丑斗海豚 这是啊 这家那个海族馆的特色表演 这一场呢 专门是为你表演的 王伦低声道 绍心秀的翘脸 耍一下就红了 两个人坐下 只见小丑在台上拿出了一个哨子 吹起了口哨 随后又来了一个小丑 这个小丑的技术就没那么娴熟了 跳了跳 笨手笨脚的 直接摔进了车子里 绍心秀立刻就被逗乐了 王伦也跟着笑了 方正和红孩儿则皱起了眉头 他们看得出来呀 那个笨手笨脚的正是丁宁 不过下一刻 另一个小丑 韩教练吹了一声哨子 接着呢 两条海豚钻进了水里 那一会儿丁宁骑着一条海豚就冒了出来 做出了一个古怪的表情 逗得绍心秀是无罪笑着 哎呀 简直啦 师父 我感觉丁宁姐比你厉害 红孩儿道 方正跟着点头道 至少他没有兽语术的情况下 绝对做不到这一点 很快表演结束 这个时候丁宁对着王伦 还有绍心秀是弯腰行李 然后做了一个比较古怪的表情 看起来十分的滑稽 王伦则起身 邀请绍心秀过去 绍心秀惊讶地道 我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王伦自豪地道 同时看向丁宁的眼神 尽是感激 两个人来到台上 丁宁看向韩教练 韩教练无奈地笑了笑 吹了吹哨哨子 两条海豚冒出水来 绍心秀轻轻地 抚摸着海豚的头 笑得是无比的开心 一条海豚突然窜起 亲了绍心秀一下 绍心秀更是惊讶地 叫了出来 边上的王伦呢 更是笑开了花 他觉得距离自己的目标 是越来越近了 丁宁则悄然地撤退 来到边上的一个房间里 对着方正道 法师 上吧 看你们的了 方正苦笑了一声 深吸一口气 拿着鲜花就登场了 和尚送鲜花 那简直了 方正估摸着呀 他也算是开了各大寺院 住持者星河了吧 好在 他不是为自己送的 虽然他很渴望 自己有机会也送上一次 看到一个白衣和尚 捧着一捧鲜红的玫瑰走出来 绍心秀惊呆了 看向王伦道 这 绍心秀小姐 生日快乐 这是王伦先生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愿你永远开心幸福 方正有点小紧张 这一辈子啊 第一次送女人玫瑰花 别管是不是为自己送的 终究是出自她的手啊 紧张啊 光头上都出汗了 绍心秀看着方正那模样 忍不住的笑出声来 王伦 我 我还第一次被僧人送鲜花 真弄得我 真是让我一生难忘 王伦刚开始看到方正 捧出花来啊 还有点担心呢 听到绍心秀这么一说 顿时松了口气 就在这个时候 红孩也来了 送上了巧克力道 绍心秀姐姐 这是王伦先生送给你的巧克力 祝你生日快乐 绍心秀看向王伦 王伦翘脸微红 不过依然显得十分激动和紧张 绍心秀欣然的收下道 谢谢两位法师 谢谢你 王伦 王伦连忙道 不客气不客气 然后对方正和红孩儿道 两位辛苦了 方正微微一笑 带着红孩儿转身离去 进入了边上的房间 还没进屋呢 就听到里面一个声人响起 啊 方正眉头一皱 推门而入 只见叮咛用毛巾裹着头 衣服已经换好了 看到方正进来 刚要说话 结果又是一个喷嚏打了出来 红孩儿关心的问道 丁宁姐姐 你是不是感冒了 可能是刚才跑热了 突然掉进水里 有点不适应 过一会儿就好了 东西送了吗 丁宁不以为然的说道 方正则道 东西送了 你如果不舒服的话 还是休息一下吧 我没事 我身体好着呢 从小我妈妈就嫌弃我不会生病 说我是小怪物 就算真的感冒了 出去走走就好了 走吧 转移战场 这回 这回可是大项目 说完呢 丁宁拉着两个人就往外跑 出了水族馆 时间已经是下午的三点半了 丁宁赶紧叫来了一个出租车 几个人上了车 赶回家 这一次啊 丁宁带着方正和红孩儿进了他的家 只不过丁宁一进屋 就跑去捕捉东西了 方正和红孩儿就坐在客厅里 方正绝对不会乱走的 这是别人的家 作为客人你乱走乱看 尤其是去洗手间或者卧室啊 那都是很不礼貌的事情 这一点呢 方正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他虽然淘气 但是有底线 所以他在村子里才会那么有人缘 否则真的只是一个熊孩子 估计大家躲还来不及呢吗 不过红孩儿就没有那么安分了 坐在那不停的挪着屁股 仿佛屁股上长了窗子的 终于趁方正不注意 跳到了地上 喊着就上厕所 然后就跑路了 方正总不能不让他上厕所吧 只能提醒了一声 去跟你丁宁姐说一声 然后你再去 红孩儿连忙回应了一声 这家伙跑去了一会儿 没多久 鬼鬼祟祟的就跑了回来 然后坐在方正边上 一副乖宝宝的样子 你干什么去了 方正问 红孩儿道 上厕所啊 然后我就回来了 师傅 你看我多乖啊 风正乎疑的看着红孩儿 总觉着这小子啊 没个好事 不过这时候 丁宁出来了 抱着一个大尺壳箱子 苦兮兮的道 法师 得帮忙了 这个有点重啊 本集播讲完毕 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 一梦黄梁 播抢 欢迎功 第四百六十章 知道的太多了 方正过去一看呢 恶然的 柴油 你弄这个干什么呀 到了你就知道了 现在也说不清楚 更何况咱们现在很赶时间呢 丁宁捂着腰 苦兮兮的说道 我感觉我这腰要废了 王伦那孙子 回头必须请我吃大餐 给我补补身子 方正没说啥 抱着箱子 跟着丁宁就出去了 再次打了一辆出租车 这一次直播你的红薯弯 当看到那个蔚蓝的大海 吹着呢 带着咸味的海风时 方正这才知道 他们这次来的竟然是一个海滨城市 看着一望无际的大海 方正顿时有一种怀抱天下的感觉 心胸开过 整个人都轻松了不少 忍不住的说道 阿弥陀佛 这就是大海呀 红孩儿以为方正还要发表什么感慨呢 仰头等着 结果方正来了一句 果然都是水椅呀 这个时候丁宁跑到了一边挥舞着手臂 一辆大车开了过来 车上拉了一些木头 方正好急的凑过去 就问道 诶 施主 你弄这么多木头干什么呀 好东西啊 帮我卸车 丁宁神秘的衣笑 开始往下搬运木头 这些木头并不粗大 大概呀 也就胳膊粗细 但是数量不少 男人搬运 估计啊 也要费点力气 女孩子嘛 那就太难了 方正赶紧帮忙 开车的师父也帮忙 几个人鼓到了半天 才将所有的木头 弄到了沙滩上面去 然后 丁宁给师父结账 送走了师父 看着这一地的木头 叮咛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 身上的白色T恤衫啊 早就成了黑色了 手上 脸上 都是脏兮兮的 苦笑道 哎 哎 早知道这会儿这么累 我就该换一个轻松点的计划了 不行了 王伦必须请我吃 三顿 大餐 方正苦笑道 哎 施主 你弄这些木头干什么呀 摆造型啊 来帮忙 把这些木头摆成LV的 不是LV 是蜡物的字样 还要一个心形 叮咛说完 深深的提了一口气 继续开干 方正无奈 只好继续帮忙 只不过两个人都没有看到 有一个小东西 蹲在角落里 拿着一本 记记本啊 看得是津津有味 一个小时过后 终于布置完毕 叮咛累的直接躺在了沙滩上 不想动了 眼皮也是微微抬起 看着方正道 法师 不公平啊 你身上怎么这么干净啊 我感觉 我快脏成狗了 话音踩落 一条白毛 萨摩 从这路过 那一身白毛 如同雪一般 方正看着那萨摩啊 嘚嘚嗖嗚地 就跑过来了 再看看丁宁 丁宁两眼一翻呐 带着哭腔道 哎呀 比狗还脏 方正顿时被这个丫头给逗乐了 坐在丁宁身边 然后说道 师主 现在我们还要做什么吗 哎 现在呀 等吧 等到天黑了 他们吃过晚饭 应该就会过来了 丁宁道 啊 等那么久吗 方正愕然 本以为马上就可以开始了呢 丁宁苦笑道 哪有那么快呀 法师 你饿不 要是饿的话 我请你吃外卖 吃完外卖 晚上我请你吃大餐 方正不解地问道 你要一直守在这里吗 那是肯定的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如果过来了 我不给他打信号 他根本不知道 在哪里装酷啊 那就瞎麻糊了 哎呀 丁宁说道 方正又是一阵无语 这丫头对男孩未免也太好了吧 这还是哥们吗 这比一般的哥们可强太多了吧 至少方正当初去上学的时候啊 就没有这样的哥们 不管是男是女都没有 方正看着躺在那儿 累得气喘吁吁的那个丁宁 心中对王伦是无比的羡慕 人生能有几个这样的知己啊 有一个估计啥都值了吧 至少这是方正想要的 一个不是特别漂亮的女孩子 一个对自己掏心掏肺好的女孩子 自己也对她一样好 两个人简简单单的过日子 法师 你点菜吧 想吃什么 你就点点 丁宁拿过手机来 方正摇头道 贫僧还不饿 晚上一起吃吧 这个时候啊 红孩儿叫道 师父 你过来一下呗 方正一听 这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这么一个败家的徒弟呢 刚刚干活的时候没见到他人 现在他冒出来了 真是其有此理 看着师父干活 他跑边上去 逍遥逍遥去了 方正琢磨着 是时候给那红孩儿脑门子上 练练大力金刚掌了 虽然未必有用 但是泄气啊 方正脸上微笑着 对着丁宁道 师叔 贫僧过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 你叫贫僧就是 说完 方正就走了 丁宁看着方正的背影 眼中也是无比庆幸和感激 他很清楚 他手上的钱不多了 事实上 他和王伦都不算有钱人 至少现在不算 两个人的钱 都是爹妈给的零花钱 攒了小半年 才有今天的积蓄 不过问题来了 他们也只能够布置的钱 哎 至于搬木头什么的 根本就顾不起人 今天要不是方正帮忙 丁宁感觉自己会死在沙滩上 现在的人工有多贵 丁宁还是知道的 一份素菜盖饭 可以请到这样任劳任怨的人工吗 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丁宁已经盘算着自己兜里还上多少钱了 至于中午从王伦那里得到的消费 早就用来买木头了 顾车 还顾上人了 想到空空的口袋 丁宁又是一阵无力 景欣 刚刚你干什么去了 方正是摩拳擦掌的走了过来 红孩则是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 见到方正这样走过来 知道 腰挨揍了 赶紧道 师父 你先别生气 我跟你说 我发现了一个大秘密 哦 大秘密 什么秘密 说来听听 要是你说得好 为师少给你两巴掌 方正道 红孩无语了 这贼徒还是那么不喜欢吃亏呀 不过红孩儿看了一眼叮咛 放弃了和方正扯皮的想法 然后说道 师父 丁宁姐姐和那个王伦是青梅竹马 方正道 贫僧看得出来 否则不会有这么深的感情 王伦泡妞 丁宁还跑前跑后的 红孩儿继续道 问题是 丁宁姐姐一直喜欢那个王伦呢 方正愕然 啥 随后猛然的一拍脑门 想想丁宁的表现 这不是自己脑门上有狮子 明摆着呢吗 亏方正还混了这么久呢 还没看出来 真是当局者迷呀 红孩儿道 千真万确 他真的喜欢王伦 不过王伦似乎不喜欢他 方正皱眉道 你小子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本集播讲完毕 优优 iste 按摩 2